第一二二一张新片诸祖旗线 海面起了大雾 巨大的植物窑洞 在其附近出现模糊的景物 所有人都高度戒备起来 神异的夜晚 奇妙之旅随时会开启 夜空中 一代见仙文明比较惨 披头散发 被那密密麻麻的见到长河冲击 满身是血 他没有想到 刚开战就是这种大场面 到了这种层次 他们掌控力惊人 斩杀对手的话一见足矣 可是对方 完全是反其道横之 生怕不够浪费 在至高生灵的战斗中 并不是越壮阔威力越大 相反 很多时候 他们一次弹指 一道扩张出去的原神涟漪 就能摧毁一片星空 灭杀无数族 毁掉诸多大教 他们可以很精细化的控制力道 现在 他遇上一个老匹夫 大肆挥霍神圣之力 已遇到画符文巨献出来 数以亿计的仙剑 规矩成滚滚长河 对他轰击 文明觉得 这是对剑仙的一次严重侮辱 有这样用剑的吗 但事实上 这很有效 对他的压制太明显了 意外仙剑和真实神经铸造的剑体 没有任何区别 穿插虚空间 剑和滔滔 震耳欲聋 这是俯瞰天下的王道 大开大河 直接平推过去 催枯拉朽 这个载道的传承莫不适和巨兽皇庭有关 有人猜测 事实上 尽管人们十分在神灵法会开启的关键时刻 但现在还是忍不住分心 都在关注这一战 至高生灵众走真胜路 文明不算弱 哪怕被剑道长河冲击得甲咒破碎 满身是血 他也没有低头认输 他纵横夜空中 急速移动身体 留下重重残影 时光碎片在他附近流逝 可见他拥有何等的速度 然而 密密麻麻的仙剑 不只是声势浩大 更迭轨迹 睡膝改道等 也是鬼神莫测 刹那完成 可以看到 剑道大河横贯长空 不断幻灭 鬼即可在电光石火间改变 惊涛拍案 乱箭穿空 卷起万众箭和残影 扑扑扑 可怕的雪花在文明的身上溅起 有些璀璨的仙剑将它冻穿了 它的身体在瞬间飙雪 击射出去很远 王轩像是一位巨人 挥动宇宙星河化作的大剑 以不朽磨山压顶之势 大到无比地镇压下来 看其手法 不只是大势无匹 见到长河演绎出的秘文也和神灵有关 内运无上神法 相当的恐怖 另有人这样评价 文明心经 身上出现很多雪窟窿 它引以为傲的超限速度都没有避开 嗡嗡 振翅声出现 如果有选择的话 它不愿在人前展现本体 但没办法了 透明的文艺出现 振翅的刹那 发出刺目的光芒 它以堪比违禁物品的文艺高频震动 斩断很多仙剑 并且 它的嘴巴那里 出现了无比锋锐的口气 漆黑圣人 流动混沌器 伴着乌光 它化成一道惊天长虹 向着王轩俯冲过来 这一刻它毫无保留 当年分身没能动用的恐怖杀手锏 被它的真身展现出来 在它身后 出现一幅璀璨的奇景 像是诸神灵仕途 里面落音缤纷 十分神圣 有莫名声灵盘坐 人们侧目 原来文明很强 早先被压制 不过是失了先手而已 现在缓过来了 它彻底化成了一只大蚊子 像是以各种违禁主才混注而成 逆着剑道长河向着再道扑杀过去 在此过程中 大河中很多仙剑都折断了 王轩变得无比严肃 他对文明深厚的奇景 还是很在意的 当年曾看到过溃散的残土 就曾让它动容 它右手托起一物 顿时冒出一缕缕璀璨见光 它的恐怖力量在猛烈提升中 那是 很多人也终于彻底看清 文明深厚的奇景 不再模糊 在里面 一座高大无边的身影盘坐 流动出亿万缕光辉 像是至高无上 永恒不朽 在那里送出外人听不懂的经文声 阿过来踏梦 在其周围 圣井无数 巨大的圣树扎根 伸展向宇宙中 壮阔无边 截着雪白的花朵 洒落下无尽的细碎花瓣 附近 神花盛开 瘦瘦隐没 更有很多珠金色莲花扎根虚空中 跟着一起共鸣 这里遍地之蓝 文明的身影也在那奇景中显化 只是一只蚊子 在那盘坐身影脚下较远处的一朵花垒前飞过 所有人都惊议 文明观想这种神图 居然让自己的地位如此卑微 实在有些不可理解 难道是诸神时代的一位神主 有人产生怀疑 不是另一人摇头 这莫不是巨兽皇庭时代 自身出了严重问题 主动退位 最后却叛逃到对面的老兽皇 尽管看不清其景中那个庞大身影的真容 但是部分重走真圣路的神秘生灵依旧有了一些猜测 父皇在上 请助我镇压这个老匹夫 文明化成本体 文身逆着剑道大河 正在接近王轩 震遂大量仙剑 尤其是他身后的奇景 那巨大的身影发光 将剑道长河都蒸淡了一大片 实在过于恐怖 很多人瞳孔收缩 真是那头老兽皇不成 巨兽们不干了 现场不止一两位 面色都沉了下来 开什么玩笑 即便老兽皇有问题 叛逃了 但是他怎么可能生出个蚊子儿子来 老兽皇绝对是巨兽中的巨无霸 若是有个微型的蚊子子嗣 成何体统 我劝你少要胡说八道 蚊虫你闭嘴 诸位巨兽发出这种原神之音 皆在怒斥文明 没错 其景中的身影应该是老兽皇 而非一位神主 当年他出了问题 盼逃到对面的路上被阻击 重伤垂死 满身黄雪流淌 有传闻称路上的雪变移了一枝旗文 应该就是这文明了 他最后因此成为真圣 人们顿时明白了 正是因为有如此关系 文明才以皇子自居 称呼那位叛逃过去的老兽皇位父皇 在场的巨兽松了一口气 还好不是最糟糕的那种丑闻出现 所有这些猜测与发生等 都是原神联衣在激荡 其实不过是谈指尖的事 那支齐文受阻了 刚才文明逆着剑道长河 一路推进 绷断密密麻麻的仙剑 征战大河 现在居然停滞在那里 人们看到 在道并未起身 右手托着一物 那是一座古朴的颅体 从里面涌动出密密麻麻的剑光 将文明挡住 并在他身上穿插出数百个雪窟窿 这一刻 剑道长河由弱化成了剑海 惊涛震碎天穷 向着文明深厚的奇景拍击过去 王轩用出厉害手段 在这种地方 他没有具现在道指 未避免身份泄露 他演化为载道炉 作用并不弱 他以此炉承载各种剑经 如起原剑经 原神剑经 稻草人剑经 神灵斩节经中的六斩等 朱经都被他提炼了 升华了 在炉中宛若被蒸煮 熬练出各色剑种 一枚剑种就代表一部至高剑经的所有精粹 他已在道炉横扫出去 所以大河滔滔 接着剑海翻涌 再次将文明击穿 要展报了 父皇 助我镇压老匹夫 文明满身是血 身体有些部分在崩碎 他一闪身飞入奇景 和里面那支巨献出来的奇闻合一 阿过来踏梦 奇景中 那庞大无边的身影在诵经 意外缕光芒流动出来 神圣又涉人 让众生敬畏 那伸展进宇宙中的圣数虽然更高 但是和那盘座的身影比起来 只是背景 似不值一提 空 奇景中盘座的老兽黄 眼皮速速颤动 要睁开了 眼角露出的部分神盲境撕裂了现世 正在争干渐海 有些厉害 王轩也在盘座 和奇景中的皇者对峙 接着 他在刹那间 增加了载道炉中的剑光 除却胜烈的光外 还有漆黑的大雪 永济的黑暗 似时光暗之歌动发 嘴菜神圣的剑光 和永济黑雪弥漫的枯寂之剑碰撞 场面无比恐怖 将文明展现的奇景撕开 见仙文明惨叫 身体寸寸崩开 道有 今日不遗雪际 否则可能会出现一些莫测的变故 有数位古老的生灵都在严肃的提醒 同时间 万法诸王 宣旨等快速出手 营救文明 红袖 维罗 木坡 青牛 雄王等也要发动 但王轩摆手 没有带着他们截杀 不想引出一些变故 那片奇景溃散 文明凄厉惨叫 全身都是剑光 他在崩解 最后只有头颅和原神留下 很多人都眯起眼睛 这个载道真的很强 手段莫测 刚才让很多人都忌惮了 应该打死这只虫子 还想成为我巨兽族的一桩丑闻 穷王阴沉着脸 在那里自语 王轩自始至终都没有起身 他放下右手后 再道炉散成光雨 消失在虚空中 银发围罗有些心惊 木坡则发誓 再也不当路老大 红袖也是侧头看了 王轩右看 至于几头巨兽 都在惊叹 对带头大哥再道 有些敬畏了 大物弥漫 神圣植物在海面上 摇曳出一道道涟漪 交织出各种场景 并逐渐清晰 尤其是在文明前方出现远景 那是一个盘坐的身影 曾经绝代无匹的老寿皇正在显照 神异之旅开始了 首先就是我们可以和各自的祖师遥望 或许能对话 有人开口 父皇 文明简直不敢相信 是他首先开启了神异之旅 他想接近那发光的身影 但是却做不到 两者像是隔着重重叠叠的腐朽宇宙 不在一个世界中 对面 朦朦的身影也在遥望着一边 文明连着呼喊 对面的声灵抬起头 注视着他 父皇 当年你消失后 究竟去了哪里 最后 他实在忍不住 动用最强的元神之力 高声呼喊 不然 密语的话 对面根本没什么反应 众人动容 老寿皇叛逃到对面后又消失了 深空的尽头 那道身影似乎在张嘴 说出了什么 但文明干着急却听不到 是你自己衰弱了 富商过重 不然你们因果那么大 或许能听到一两句 有人说到 其实 在场的人也都想知道 恐怖的老寿皇去了哪里 此时 海面上大雾翻涌 愈发浓重了 神圣植物摇曳出重重叠叠神秘光运 接着众人的面色都变了 在他们附近 都出现远景 很多人的双目都猛然发出神芒 凝视各自前方的朦胧之地 祖师 果然 神异之旅第一场景就是和各自源头的老祖相见 并不是说 他们一定弱于各自的祖师 毕竟都成为至高生灵了 很多都早已超越了前辈 但那些源头的鼻祖都带走了一些秘密 现在在场的人很渴望和他们对话 带头大哥真是了不得 平日他太谦逊了 深藏不露 他那里依旧空空如也 他自己就是一位至高的鼻祖 巨兽青牛很吃惊 在他面前 一片模糊的地带 有一头老牛正在以铜铃大眼瞪着他 老牛非常不满 这个不孝子孙觐见老祖后 居然他猫的走神了 转头再看别家 其他人闻言 也都转头望来 果然 再到自身盘坐在巨大的叶子上 沉浸不动 他面前没有景物 无祖师出现 红袖 鹿泊 银发 维罗等 全都严肃地明示着 他那里真的空气无人 诸族短暂被忽视 都从重重叠叠的神秘地带中抬头 也纷纷遥望 看向狼群中无源头祖师 如同头狼般独坐的载道 第1222章 新天妙不可言 王轩静坐 沉默无声 他被一小撮特殊的生灵注视 都不知道该展现什么姿态合适 他很想说 你们看我做什么 王轩面无表情 坐在那里沉思 该怎么应对 其实 根本不用他有所表示 神月当空 海面大雾涌动 落在别人眼中 他身不可测 盘坐叶子上不动如山 双目深邃 像是在俯视诸事 各方都觉得 这是某一脉活着的鼻祖 重重叠叠的腐朽宇宙背后 那些模糊的身影 诸教古祖 都遥望过来 让王轩越发感觉事态严重 他心说 有什么好看的 然后 他平淡地开口 来了 各位老兄弟 剑场没有声音 一片安静 但是 很多人心中都在剧烈翻腾 比如 木坡就在暗叹 这不是带头大哥 这是带头大爷 一发围罗醋眉 心说 以前已经高估在道了 竟他比预想的还离谱 据兽雄王惊叹 再道竟然在淡然的同诸族打招呼 而且是在称兄道弟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暗自琢磨 这究竟是哪个老家伙 竟然还没有死 大受触动 红秀眼底深处有异色 暗中传音 你要不要自己演化出一道虚影 杨庄在那久远的尽头有个教祖 王轩心头微惊 红秀是重肯的建议 还是有所觉察了 这群生灵中有人在这样做吗 最终他不动声色 保持镇定 没有必要改变了 诸族很平静 因为 听不到王轩在说什么 隔着重重叠叠的腐朽宇宙 和他相距太远了 主要是没什么大因果 所以 对于他称呼老兄弟 像是在默认似的 众走真圣路的这群特殊生灵 此时都在私存 再到到底是历史上的哪个人物 一代猛人 究竟是巨兽黄亭早年的老祖 还是神灵源头时期的怪物 不少人神色凛然 在场的部分至高生灵 都已是巨兽黄亭中后期的人物了 他该不会参与过真实之战吧 有些人心头聚跳 越是猜测 越是觉得这个老家伙的跟脚神秘 当然 他们不可能过于分心 时间宝贵 都赶紧和各自对面园景中的老祖对话 想要了解葬在历史中的一些秘密 诸祖 大多都早已消亡了 见在他们的身影 不过是神话源头之地显照出来的 当然 这需要诸祖来过超凡中心才行 曾被源头之地记载 不然的话无法这样相见 老祖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到 简然 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很费劲 很多人都焦躁地喊了起来 教祖 咱们这一脉的镇教圣物你放在哪里了 自从你作画后 它就彻底失踪了 你在大声点 我听不清 祖师 当年有传闻 你挖开过一座古坟 发现了单一六破的秘法 虽然有些问题 但值得借鉴 你传给谁了 为何后世没有出现 老祖宗 据说你参与过真实之战 那有何意义 怎么没有支言片语留下 你们遇到了什么 一群回归超凡中心改路的至高生灵 很久没有像现在这么躁动过了 全都在急切地追问着 因为时间不等人 那些远景和身影随时会消失 月光照近大雾中 朦朦的巨大植物叶片上 只有王轩高悬无声 连有何人沟通 他回头去看一侧的红袖 他正在认真的对一片远景传音 那里的模糊身影 不知道是真祖师 还是他演化出来的 另一边的银发 为罗一副恼火的样子 嘴唇戏动 和腐朽宇宙奇景中的一个 老者交流的不顺畅 王轩注意观察 他认为有数位生灵 或许自行演化了祖师 杨庄在交流 没有什么证据 这是他暗中放开部分六魄感之后 于明明有所觉 他经意 部分老家伙藏得可真身 连他都没有真正确定出 究竟有几人 祖师 你快说啊 咱们这一脉的源头 不是说有见六魄奇物吗 哪里去了 总不能凭空消失吧 快讲 时间来不及了 有人忍不住了 不再秘密沟通 而是大吼出来 甚至 有极其凶残与暴躁的凶盛 实在是没忍住 在框框声中 对自家祖师动手了 隔着腐朽的宇宙踹过去了 王轩看得眼睛发直 真是孝子贤孙 大逆不道啊 对一叫源头之祖下黑手 这得有多大的怨气 有些祖师确实爱搭不理 没怎么和后世人沟通 也有老祖拼命喊话 但是声音无法贯穿过历史的长空 有人在刻字 但是 困顿物争腾 而后那里不断炸开 有莫名的大因果出现 中断沟通 他猫的 别人都是逆孙逆徒 在对祖师动手 你老人家怎么主动对我下手了 巨兽轻牛不服 道 我又没气失灭祖 那头老牛发怒 真的传过来了微不可闻的声音 我他猫的问你 巨兽金牛的血脉 是不是到你这里就断了 金牛王回应 纯血巨兽差不多灭绝完了 但是有不少杂血后裔一落世间 偶尔有变异的 非常厉害 老牛发飙 巨大无比 撑破了那片腐朽的宇宙 恨不得从那片死去的时空中复活到现实来 隔着虚空 对金牛拳打脚踢 老祖 我劝你好自为之 论真正的道行你不如我 算了 我不和你计较了 对你 我真下不了手 空偶 另一边 有个残暴的恶圣打爆升空 和老祖两不相见了 远景消失 这种场面让很多人无言 诸祖见状更是其怒 有部分祖师转头看向在道 神色复杂 有人嘴唇戏动 似在说着什么 还真认识 剑场的一些重走真胜路的强者心头威震 钻了吧 我们这种老骨头活到现实去的个别人 肯定早落伍了 不见得有那些不孝子孙强 别指望请他能帮着清理门户 不得不说 腐朽的宇宙尽头 有些老祖确实非常厉害 传出低语声 让部分声铃都听到了 人文露出异色 他在说再道的状态 是啊 除了极个别人 从神灵时期残存到后来 活成了兽皇 其他老骨头的下场都不咋地 老夫虽然是一教之祖 但也不过是据受皇庭初期的生灵 感觉和那些后生相比 年岁不是很大 我真的还想再活过五十纪元 远景中 有数位鼻祖非常强悍 都传出了微弱的声音 然后他们就淡去了 诸祖彻底消散 那些场景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 海面上的大雾消散了不少 巨大的叶片上 有人沉默无声 有人愤懑 还有人心中无比激动与喜悦 显然少数强者获得了好处 从祖师那里探听到生前的秘密 至于对祖师拳打脚踢的暴躁老哥 大概率是没有收获 也不见得 那七师灭祖之辈或许收获不小 故意在掩饰 银发围罗说道 王轩发现 这家伙心思比较多 有相当严重的老六思维 不是省油的灯 黑发男子敬冤开口 各位 还需要论道 或者言武 唯有道则共振起来 奇妙的夜晚才会更进一步延伸 开启出更多的机遇与造化 我来线上一段战舞 圈指起身 顿时黑裙扬起一脚 露出晶莹的脚趾 他有所感 文明主动和王轩动手后 便第一个和祖师相见 若非文明受伤过重 收获应该会很大 所以 他现在也颇为积极 自己演武 呈现出相当非凡的底蕴 让这片时空的道则都震动了起来 这是一段相当惊艳的战舞 他在宽大的叶片上青丝飘起 群舞飞扬 如同月月下的妖精 既有或人的美感 也暗藏着灵力的锋芒 内运各种密法与妙事 道运之光争腾 王轩目光流转 遇到文理交织 在研究他的战舞 任何人论道或者言武 他都非常欢迎 真能得到好处 战舞 从神灵时代就在流传 并无比完善了 通过肢体语言 沟通天地大道 演绎出无上妙法 不错 妙不可言 王轩点头 以欣赏的目光研究与沈氏 那种战舞 关键是四肢与道相通 双腿很关键 如同树根 从超凡源头 攫取神秘力量 源源不断 圈指挥手 正好看到他 脚步差点乱掉 因为每次看到这个恶圣 他就觉得大腿疼 当日血淋淋的画面至今都挥之不去 此刻他的舞姿节奏险些出问题 他深吸一口道运 稳住了战舞的韵律 而后飘然退场 确实给人赏心悦目之感 但还是有不少强者看出他出了一些瑕疵 灾道果然恐怖 目光所向 让一位重走真圣路的女生都受到影响 恐怖啊 有人直接开口 简然 他在试探着什么 引起话题 想探究灾道的过往与跟脚等 据手轻牛裂开大嘴 直接笑着岔开了话题 道友你是不了解情况 六年前 在道兄曾经收了他一条腿 你说什么 在道和他有一腿 旁边有人惊异 毫无疑问 这样的话语 想不引发周围的人躁动都不行 彻底被离发问者的本意 老娘想打死你们一百遍 圈指暗自怒了 尤其是他跳完战舞后 并没有立刻开启神异之旅 他非常不满 眉目扫视四方 恨恨地瞪向青牛和王轩 我们也露两手 青牛和熊王等 数位巨兽连位下场 一起跳战舞 完全是另一种风格 粗犷 飙悍 狂野 整片海面都在震动 大浪都涌起来了 他们几个像是几头耸入苍穹的巨像 在柔弱的草叶上起舞 随后 又有数人陆续下场 演绎很古老时代的骤炎 配合首饰 凝聚天地道则 很是恐怖 那是神明时代的神圣晋咒吧 有人低语 部分人练过 曾流传的很广 威力确实其大无匹 王轩无比满足 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他觉得 所谓的法会 最有价值与最精华的部分就在这里 至于和什么祖师相见 对他毫无意义 哪有聆听他们讲法价值大 看他们展示各种神迹 妙不可言 轰蒙一声 此次的神异之旅开始了 场面很恢弘 声势惊人 整株巨大的植物都在摇动 那一个各饱满的花蕾都占开少许 一时间神霞冲销 倒则如海般起伏 这一次 不是单独对某个人出现奇景 一幅斑驳骨卷越发清晰 面对所有人 将他们全部覆盖在内 那是一片很真实的场景 从古代而来 在现世间 或许 确切地说 他们在畅游古今未来 驾临到很多纪元前的时代 要参与一场宏大的盛事 当场景稍微稳定后 所有人的面色都严肃起来 更有部分人心头巨震 着实让他们吃惊不已 场景一分为二 他们在中间的边界线上 一边是巨大的皇庭矗立 巨公高耸入云 神阙高选室外 巍峨 雄伟 散发着皇道气息 那是巨寿皇庭 寿皇君临天下 正在宴请各路顶尖的寿王 那是一场宫廷夜宴 竟有神秘贵客登门 有请 那盘座的庞大寿皇 压迫感十足 早已发现了他们 在皇宫中发出邀请 而在边界线的另一边 则是诸神时代 有一尊又一尊璀璨的 神明当空而立 让超凡烈日都黯然失色 红秀 你找我来了吗 一道璀璨的神光中 有一个青年男子开口 红秀起身 脸部款款 挽住王轩的手臂 道 一混万一进入诸神时代 帮个忙 深夜那张不用等 周末例行休息一张 明天继续努力 第一二二三张 新篇诸神与秀皇 王轩侧手 看着红秀那张 白皙晶莹的美丽面孔 空灵脱俗 他很想说 秀儿 你可真秀 这是要拿他来顶钢吗 他可不想随便被人利用 哪怕他很有可能是一位 无比惊艳的真正的神灵 所以 被挽住手臂的刹那 他尝试挣脱 但红秀却紧了几手臂 并未松开 且暗中传音 疑似故人来 什么意思 王轩微惊 一时间没摸清他的心思 不过他停止震动了 而且暂时配合 他的另一只手 落在红秀挽着他手臂的雪白仙手上 轻轻拍了拍 以眼神交流 再问你想怎样 旁边 一发围罗动容 看到来头甚大的红秀静和在道 晚闭在一起 发生了什么 强强联手了 让跟脚惊人的他都有些不安 陆老大惊疑不定 红秀这个很有可能是神明的女子 静和在道老祖关系这么亲密 我好像看到带头大哥在道 刚才摸了红秀的御手 据受雄王暗中和青牛交流 青牛王神色肃穆 回应到私下说说就算了 这里面有问题 红秀应该是一位神灵 来头实在太大了 似合诸神那边有什么牵连 一条神秘的界线 将诸神时代和巨兽 皇朝时期分在两边 神灵时期那一边 诸神高悬 异常璀璨 不可直视 的确无比强大于恐怖 将近很近的神灵 凝视过来 目光似乎滑开了永恒 开辟出新的宇宙 红秀 你来了 还记得当年的话 在绚烂的光芒中 那个青年男子开口 看向边界线 纵然在那个神秘而强大的时代 他也格外出众 光芒异常耀眼 似是诸神中最亮的神星之一 这是你带回来的人 这次 他在有针对性的传音 别人感知不到 只有红秀和王轩可听闻 是的 红秀点头 神环笼罩的男子一步一步走来 站到了边界线进前 看着红秀同样戴着神性光辉的面庞 莫得 他面色变了 随后 他眼中竟有热泪要出现 周身快速腾起光雾 但这一幕还是被红秀和王轩匆匆撇到了 黑发青年男子声音发颤 惋惜 痛苦 道 红秀 你很好 不忘诺言 但是 却已经不是当年的你 出事了吗 你让人带你归来 小红秀在哪里 当光雾消失 他再次露出那张英俊的面孔时 王轩分明感觉到 有热泪随着光雾一起蒸蛋了 王轩惊异 情况不对 不是自己早先猜想的那般 吃书 我回来了 带来一个人 一道四远山深处有些飘渺的清泉之音传出 红秀的声音略显幽远 连身影都模糊了一些 嗯 对面神光四照的青年男子重重地点头 看着红秀 有惋惜 心痛 悲伤 那些情绪实在太复杂了 诸神落幕 小红秀也要不在了吗 沉重的语气中 他有很多不舍 蕴含着亲情 也有对女子的欣赏 最后化成沉默 平静 他收敛了所有情绪 王轩的部分六魄神诀开启 感应到神光波动 这位神明对红秀像是有长辈对子职的关爱 也像是有那么几许男子对女子的喜欢 所有这些对话都只限于三人间 外人感知不到 青年男子彻底沉静下去 变得无比深邃 没有感情波动了 如同一尊最强大的神王 他侧身 回首 向来露注视 顿时 一条金色的道路出现 神圣 绚烂 圣烈 直通向一处崩塌的巨功区域 这次 很多人都看到了 诸神时期 是传说中 那位神主的沉眠地 神主寝宫 或者说是墓宫 此次神异之旅 一起到来的人群中 有少数人露出凝重之色 无比严肃地盯着边界线的前方 若是顺利踏足诸神时代 一会儿你们过去吧 神环中 青年男子彻底古井无波了 这样暗中传音 王轩深感意外 这一切都和他早先的预想不一样 嗯 红袖回应 空猛龙 巨大的波动涌现 边界线另一边 巨兽黄庭那里很是恐怖 有层层叠叠的道则涟漪在荡漾 影响了时空的稳定 甚至 那些黄道波动都要贯穿边界线了 大概率会去巨兽黄庭 人群中静渊开口 另有人点头 道 嗯 我们当中巨兽黄朝时期的生灵占了多数 优先选择那边不意外 事实果然如此 阴霞流转 他们的脚下腾起浓郁的超凡英子 化作祥云 成为仙物 带着他们接近那片宛若珠天中心的黄朝 中央巨躬立 神阙高悬室外 成片的建筑物 雄伟 高大 皆散发着黄道气息 日月星辰都围绕着他们转动 随着临近 人们可以感觉到 巨兽黄庭并不冷清 相反非常热闹 兽黄在宴请诸王 那一尊又一尊巨兽 实在庞大的有些射人 宙黄起身 向着巨宫外走来 竟在亲自相迎 他像是整片超凡世界的中心 披散着长发 血气滔天 刀欲雄魂 无远福建 似可照亮宇宙深处的所有黑暗之地 来了 各位老弟 这皇室一位粗广的中年男子 高大无边 热情的同所有人打招呼 王轩觉得 这话有些耳熟 怎么听起来不像好人 看着野性十足 无比高大的壮汉 怎么给人一种心思不简单之感 绝非操汉 再道兄 他说话和你很像 银发维罗说道 王轩一正 立刻道 受黄雄才大略 一代霸主 自然不凡 同时 他提醒维罗 别乱说话 红秀已经将手臂冲了回去 对王轩低语 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诸神时代 再说 黄庭夜夜 我好像听祖辈讲过 今夜有名场面 是非常了不得的一夜 据受雄王金仪不定 呲 不会是那一夜吧 我也有耳闻 我们竟亲自见证了 金牛洞容 赵王是名副其实的巨人 一头浓密的发丝散乱 皮肤粗糙 黄道甲皱材料惊人 但是不够华美 整体是粗犷风格 他带着诸王 站在巨公大门口 也算是给予了众人超规格待遇 他开口道 今夜请各位前来 是想共谋一件大事 众人文言都是一惊 什么意思 不是神话源头之地大道显现痕迹 化为海面上的神圣植物 才有了神异之旅吗 现在怎么感觉 像是寿皇在施展惊天动地的道法 将众人接引而来 这是超凡中心源头的选择 还是巨兽皇朝时期寿皇在主导 所有人都凛然 见过寿皇陛下 巨兽雄王很激动 他的主身是至高生灵 他现在虽然没有师大礼 但却低头了 他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 但他的祖上说过部分密文 这一晚寿皇好像做过了不得的大事件 圣皇回头 看向朱王中的一员 道 老熊 这是你的后世子孙 便是你未来注定永迹 也可以欣慰远去了 穷王一听 顿时激动了 向前张望 赖何 对面那头老熊较为模糊 两者皆有大因果 难以对话 众人心惊 只能说受皇宫参造化 所以能和所有人相见 言语不受影响 时空也隔不断 红袖 静渊 青牛等 都和受皇抱拳相见 各自的真身是至高生灵 哪怕对方是一个大时代的统御者 也无虚形大理 他们进入中央巨宫 这里灯火通明 可以照亮周围的腐朽宇宙 是这个时代名副其实的诸天中心 赖皇和诸王身体都变小了 连带着公爵也缩小了不少 为的是迁就这群神秘来客 赖皇陛下 是你将我等召唤过来 一发围罗开口 当众询问 赖皇道 算是双向选择吧 我在施法 你们也在进行神议之旅 所以当某些祭祀日式开始后 就形成了合力 众人皆面色严肃 这位寿皇的道横着实高深莫测 可以无障碍地同所有人交流 很难说清这是古代 还是现世 寿皇让所有人都深深的忌惮 他能以特殊的祭祀仪式 从未来时空中接引人过来 到底想做什么 众人的心头都带着疑问 重新排白酒宴 欢迎贵宾 寿皇一挥手 要隆重招待众人 我等非是真身 道横有限 一位众走真胜路的强者赶紧开口 担心不符合寿皇的预期值 最后会出事 寿皇摇头 无妨 只要你等见识都在就可以 况且 以你们位坐标 借来真身一些力量 也未尝不可行 是个狠人 太强了 路坡心惊 路老大 没事 都是自家人 据受轻牛安慰他 中央剧宫中 每个人生前都有一张玉石桌 地面鲜物流动 美丽的宫女穿梭 快速送上真摇以及穷江玉叶 沈默凤水 昆赤 海神豹 都是一些稀有食材 久江更是流动着道运 荡漾出惊人的大道碎片 只是 想要享用颇为困难 总像是隔着一层沙物 本皇向未来为诸位界些许神通 我们在意时空相聚 也是一种莫大的缘分 来 勤饮此杯酒 众人顿时感觉到 从未来时空裂缝中 涌现来思思力量 似是自己的真身提供而来 能触摸到酒杯了 王轩很平静 表现自然 他动用部分六魄领域 不是力量的加持 而是感知的渗透 深入杀物中 也能触碰酒杯 就如同当年 在三十四重天世界断面那里 别人看不到 也摸不到那些景物 唯有他可以 甚至他能看到旧剩血淋淋的尸体 可捡起器物等 可惜只能尝到一点酒浆的味道 终究是不能畅饮 有人表示遗憾 赵皇一拍手 顿时 一群非常漂亮的女子天然进来 在这里羡慕 赏心悦目 穷王很激动 地用手捅青牛 道 忠心那个 是不是黄庭的三公主 青牛淡定 道 喝你的酒吧 他比你的玄祖奶奶都大很多纪元 就在此时 这个时代的诸王中有一位老者站了起来 怒气冲冲 道寿皇 我有所感 这里有个七师灭祖之辈 曾经隔着腐朽宇宙对我拳打脚踢 我要清理门户 他的话语 居然清晰传出 让所有人都听到了 没有被时空因果所组 红袖低语道 平衡大道无处不在 这是现实报 要还因果啊 他们这边很多人都无言了 目光集中像一人 正是和诸祖相见时 那位表现残暴的恶圣 他疑似听不清祖师的话语 曾直接动手 暴躁老哥一直低着头 没去看对面 结果还是被那位祖师发现 而且对方莫名生出感应 知道了某些不好的事 七师灭祖 确实很不好 非我被应有的品德 你们自己出去解决吧 兽皇开口 你给我滚出来 那位古老的兽王贺道 他自己先走出去了 路坡有些感慨 各位和祖师相见 以及进行审议之旅等 还是不要乱结因果 不然随时都要海上 据宫外 真的打起来了 暴躁老哥确实凶残 到了这种地方 依旧在还手 还在七师灭祖呢 哪个匿徒收了你这种不孝子孙 真是我们这一脉的耻辱 那位祖师气了个够呛 虽然他在这片时空道横极深 但是奈何两人间隔着大雾 没法触及到一起 看着各种道则争腾 但是谁都打不中谁 不知寿皇为何召唤我等 中央巨宫中 有人忍不住 开口询问了 寿皇顿时变得严肃而又郑重 道本皇要去做一件大事 但不敢抽调走诸王 此来想去就将各位请过来了 第一二二四张新天吹散彼岸真相迷雾 一群众走真圣路的生灵面色冷烈 这是想要找炮灰吗 纵然是受皇对他们提出无礼要求 也不可能答应 他们本身为至高生灵 不会向任何人低头 即使是巨兽第一强者 写整个皇朝施压也不行 各位不要误会 你们不属于巨兽时代 我没有陷你们于危险境地的意思 事实上真要有问题 关键时刻 你们能提前结束神议之旅 返回现世 中央巨宫中 寿皇盘坐在那里 披散着长发 非常威严 表示他绝对没有恶意 静渊开口 寿皇的确到横身不可测 但若是想针对我等 恐怕他自己也要化掉 从整片时空中消散 在场的人细思 认可他的话语 他们是谁 至高生灵回超凡中心改路 都有惊人的跟脚 寿皇也不敢坑 他们这样一群遇到生灵 寿皇 你到底想做什么 一位银发老者问道 在众走真圣路这群强者中 他是少有的 以苍老面孔世人的生灵 一位神明 寿皇看向他 果然 回归超凡中心的改路者中 有真正的神灵 那个老者自身绝对就是一位 祖师人头级的存在 我名为使 银发老者回应 寿皇道 我也是那个时代残存下来的人 不过没见过你 想来我那时还小 你是一位古神 简单的话语揭示出不少秘密 早先众人和诸祖对话时 一位教祖就曾提及初代寿皇的身份 现在无疑被证实 居然真的是从神明时期活下来的生灵 寿皇道 我原本的想法是 以超凡中心去田永济之地 我想去更加遥远的地方看一看 众人闻言 面色当即就变了 这是个疯子 寿皇太癫狂了 寿皇 你住嘴 这一刻 一群众走真圣路的生灵还没说什么 中央巨公 诸王中就有人冒犯他的威严 进行驳斥了 而且 他的声音也传遍巨公 让所有人听到了 显然相当厉害 你那些想法趁早收起 不要荼毒超凡界 那是一位老寿王在开口 满面寿文 不怒自威 可只是他 诸王都躁动了 却寿皇不要一意孤行 寿皇摆手 道都说了 那只是本皇最初的想法 现在不是放弃了吗 你们不要过于激动 红袖 路坡 维罗等人没有想到 粗广的寿皇竟有那样一颗疯狂的心 拿神话源头去填窟窿 真敢想啊 寿皇解释 我并非要毁掉超凡中心 而是想改造成一艘至高无上的神船 就此起航 去探索未知 徜徉在无前人踏足的地带 不亦乐乎 王轩都不禁看向这个浓眉阔口的壮汉 这还是一位颇有理想的巨兽 甚至说有点浪漫主义色彩 早些那位老兽王再次开口 寿皇 我劝你好自为之 不要用最无害的话 说着最恐怖的事 你会毁掉一切的 安心吧 我放弃了 兽皇无奈的摇头 不众都反对 一群巨兽王要造反的话 他也得后退 他看向红袖 静渊 神灵魏石等 到 我自己炼制了一艘宇宙飞船 想邀请诸位一起远行 接着 他立刻补充 放心 若有危险 你们自然而然会立刻退出巨兽皇朝时代 不会出事 也就是在途中 飞船可能会借你们未来真身的少许力量 银发维罗笑着开口 兽皇 你想去彼岸 其实 这里就有对面的生灵 来自后世 你若是想了解 竟可以问他们 比如万法诸王 剑仙文明等 都是对面过来的 白毛太阴狠了 万法诸王心中疼起杀意 对维罗极度不满 这是想让兽皇对付他们 尽管他相信 神异之旅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但面对初代兽皇谁能不处 剑仙文明皱着眉头 他的父皇是第二代兽皇 和眼前的壮汉无关 此际 王宣心中的一层窗户只捅开了 万法诸王 见仙文明这些虫子果然来自彼岸 这黄摇头 道 错了 我要去的地方比那里远多了 所谓的彼岸 也不过是一块漂浮的宇宙大陆块而已 深陷永迹包围中 除却王宣外 超凡中心和对岸的生灵在绝地曾发生过惨烈的遭遇战 相互接还是有些了解的 但陆坡 巨兽雄王等 却远没有兽皇了解的那么清楚 他连对岸宇宙大陆块什么形态都知道 对岸那边如何 有人问道 兽皇道 说起来 那里的生灵和我们应该是同源 追随超凡之光迁徙而去 但最终可能会后悔 陆坡惊异 道 见和我们同源 王宣顿时知冷起耳朵 仔细聆听 居然能获知这种秘密 他对彼岸一下子深入了解很多了 巨兽青牛道 对面虽然有部分巨兽 人形种族 但更多的是奇形怪状的虫子 奇物生灵 各种怪物等 简直什么都有 这皇道 很久以前 部分古生灵出走 追逐超凡水草而居 去了那块宇宙大陆 后面也陆续有人前往 甚至有位出了问题的神主妻居在那里 来自绝地的众人文言 面色立刻凝重起来 哪怕真身是至高生灵 也都感觉到对岸着实抵蕴恐怖 难怪在后世敢和他们对攻 那里比超凡中心更好吗 璀璨的神灵时代 一位至高无上的神主都迁徙过去了 老者为十周梅问道 他是重走真圣路的一位古神 但是却根本不知道这种事 这皇虽然属于后来者 但是俯看剧受诸纪元 是跨时代的统御者 过去的资源 掌握的信息等 远非古神未始可比 这皇开口 那块宇宙大陆 来历确实神秘 身在永济绝地中 却有超强的神话源头物质 比超凡中心的浓度还强上一些 比这边还强 众人动容 对那边的戒心一下子提升了一大截 宙皇接着道 不过 那面也有较为严重的问题 异常的神话辐射 伴着部分副作用 导致它们容易变异 因此部分古人 神灵巨兽等 为了适应 演化出各种形态 他重点提及 部分为改变形态 且逐步适应那块宇宙大陆的生灵 维持住原行者 都变得极强 迁徙到那里确实没算走错路 此外 昔日某位至高无上的神主是因为自身出了问题 想去对岸接受异常的神话辐射 尝试改变现状 所以未归 众人凛然 事实上 第二代兽皇也是因为自身有恙 所以后期叛逃过去了 兽皇道 我们这个时代 虽然和那边也有冲突 但是不激烈 我认为 在未来 那里的生灵会想着退回来 也许会因此爆发烈度很强的大战 据兽雄王叹道 陛下高瞻原主 这种事在后世确实发生了 我们和他们在绝地血拼过 就此沉寂很多纪元 您是怎么猜到的 至此 王宣大致了解到彼岸什么情况 心中的很多迷雾都消散了 这皇室仪 仪是因为 他们终究忍受不了那种严重的辐射 变异可能会再持续加剧 二是因为 那块宇宙大陆很有可能不是无主之物 是从某一地坠落下来的残片 终有一天会被追溯到 迁徙过去的神灵 古人巨兽等 当接收到某种可怕讯息 顶不住压力时 会想着返回 这就会和已经有了主人的超凡中心 发生剧烈冲突 一范围罗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道 不全对 但有些确实被印证了 古神为时问道 陛下 你是想找那块宇宙大陆的真正出处与源头 或许确切地说 是想接近真实之地 宙皇摇头 道 不 我这一脉的祖上参与过真实一战 族人几乎全灭了 我自幼时 就被告知已是独苗 被逼着发誓 永远不要接近所谓的真实 好好活着就是了 他居然说出这种话 让在场的人不寒而栗 真实一战 那个神秘的地方 有那么可怕吗 我想平静地活着 可是 很多个纪元过去 本皇日渐有感 超凡忠心像是在被什么东西追赶 一直在逃 让我不安 所以 我想远行 彻底跳脱出去 宙皇说完 又叹道 至高生灵终究会面对两劫 一是真实之地 二是后眠未知的恐怖 剑场安静 所有人都出神 默默思量 王轩心头涌起惊涛骇浪 这一次神异之旅 对他来说太直了 听到诸多的秘心 吹散大量迷雾 他思存 必杀名单出自哪里 是源自真实之地 还是来自后方未知的恐怖所在 如今确实毁在二十三季前的 旧超凡忠心了吗 王轩忽然想到 绝地中脱困的生灵 是不是无 有 到 空本故意放出来的 虽然吹散了很多迷雾 但是新的疑惑又升起了 灭障 你这七失灭祖之徒 匡匡匡 中央聚工外 那位祖师和后世隔代弟子 还在对轰呢 可惜 谁都打不穿时空因果大物 也就只是在挥洒情绪而已 祖师 别怪我想对你出手 看你自己做的那些事 无论是镇教至宝 还是你藏着掖着的今天 全都落在对岸手里了 有些篇章 连我都没看到 还得自创圣法 你是不是通敌了 闭嘴 灭障 竟敢污蔑祖师 简然 短时间他们不会罢手了 各位 你们要和我去见识一下神话之外的天地吗 或许很璀璨 兽皇相邀 好好的兽皇不作 你居然要撂挑子了 你等要去的地方 是无垠的勇迹 最终你可能也会落在对岸 成为那里的变异生物 满脸兽闻的老兽王点指过来 严重不满 因为 早年追逐超凡水草的志强迁徙者 可能也是抱着那种心思上路的 然而 兽皇心意已决 不然的话 也不会在这一晚举行祭祀 召唤来这样一群神秘来客 兽皇道 外面的天地或许很广阔 诸位若是与我一起上路 将可能会见识到不一样的宏大世界 即便被证明 最终永迹无边 到头来一场空 你们也可提前结束神异之旅 安然返回 不沾此行大因果 可以 有人愿意跟着上路 正是那位古神魏使 接着 靳渊也点头 他也被怀疑是一位强大的神明 王轩侧手 看向红秀 暗中问道 你觉得如何 还有 你究竟是谁 可以跟着上路 问题不大 红秀回应 一群众走真圣路的声明 几乎都同意上路 成功可见识新世界 失败则退回救世了 兽皇带着众人 去看他的亲手炼制的超级宇宙飞船 而且 他在现场还加固了 重新炼制 这是真正的宇宙炼制的宝船 而且不止一重宇宙 兽皇道 嗯 都是死去的宇宙 没有生灵了 本皇不曾染下无边纱结 但和宇宙天地算是结大怨了 真宇宙飞船 他庞大无边 坚固不朽 流动着混沌大物 一道混沌光滑破永恒 他们上路了 远离巨兽皇朝时代的超凡中心 第一二二五张新篇飞跃彼岸 我们是名场面的参与者 据兽雄王自语 少年时初次阅读史书 他还在神网 想不到他是亲历者 据兽古史记载 初代兽皇超脱了 贯通古今未来 诸王相送 天外来客相随 兽皇号飞船脱离超凡中心后 显现出他不可思议的能力 行驶在波澜壮阔的时间大河上 横渡过重重腐朽的宇宙 一往无前 不断加速 这一夜很长啊 像是万古那么久远 闷葫芦欲腾自语 站在巨大的飞船中 走来走去 说是万古长夜也未必不可 银发维罗点头 他们进入巨兽皇朝时代 现在还随着远征 从体验感上来看 根本无法分辨清 这是在古代 还是在现实世界中 一切都是这么的真实 他们曾和寿皇举杯 共饮 对话 现在又同富永济决地 和在现实中没有什么区别 陆老大开口 以原神时钟计算的话 我感觉已过去很多天 诞生在历史中 这似乎没什么意义 寿皇号宇宙飞船 已不下十四重古宇宙炼制 巨大无比 改路的至高生灵 在这里有的是活动空间 有人在夕阳下的园林中漫步 有人在密室中静坐 有人在演武场舒展筋骨 熬练舞破绝颠的肉身 王宣德西飞船上有阅读室 立刻前往 在这里无比投入的 研读各种文献 当然 都是有精神印记的那种 不然 关于巨兽的文字 他真看不懂 无论是纸张上 还是屏幕上都是各种兽爪 鸟手 怪铃等 看得他脑瓜人疼 他在这里大有所获 除却其谈密文 还找到一部经文 居然是一位受网所住 他立刻钻研起来 不只是他 红袖 靳渊 魏石等 也在安静的阅读 想从巨兽皇朝的珍贵资料中 找到什么 多久了 我怎么觉得大半年过去了 应该进入永济之地了吧 有人自语 宇宙飞船外面 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他们确实进入无神话 无因果命运之地了 连时光河流都消散了 在这里一切似乎都失去意义 随时间流逝 诸圣都不能在这里久居 越是深入 问题越严重 会化掉 古神未始开口 王轩起身 通过屏幕 想欣赏永济之景 结果除了黑暗 死寂 什么都没有 别说星辰残骸等 连一历程都不可见 路坡自语 如果永无尽头 一路这样单调的行驶下去 随着圣法消退 超凡彻底灭亡 这种旅程可不美妙 诸圣现在这里 最终肯定会死 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有人说到 短暂安静后 他们又各自投身在 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中 漫长光阴后 重走真圣路的这群人都坐不住了 哪怕主身为至高生灵 也觉得此形态无趣 我感觉已经过去很多年 都不好计量了 这地方让原神始终都紊乱了 不会过去半个纪元了吧 真是奇怪 神异之旅竟可以这么漫长 时间在这里已经没有意义 突然 兽皇号宇宙飞船大屏幕上 显示的漆黑与永迹的前路有了变化 竟探测到一粒光点 如漆黑天幕下的微弱萤火 发现对岸了 走 路过那里 使打个招呼 一直在闭目养神的兽皇来了精神 众人顿时高度戒备起来 那可是可以和超凡中心分庭抗礼的地方 是漫长岁月前走出去的 古生林经营起来的超凡大世界 只有据兽雄王大咧咧 笑道 万法诸王 文明 宣指 你们要不要回老家 直接顺道将你们扔回去算了 来自对岸的生灵 不止文明 万法诸王几人 此时都没给他好脸色 不得不说 永济绝地太过浩瀚无边了 对岸不比超凡中心小 可是 在无尽的黑暗中 只是一粒光点 就如同庞大的星系 在宇宙中如同一历程 现在一个超级神话宇宙在永济绝地中也是如此 微不足道 终于 寿皇号接近那片区域 对岸的虫子 巨兽 古人 神灵 你们好 再是来自深空中受皇号的亲戚问候 愿超凡永恒 你等安然自得 长居此地 不要乱跑 宙皇号发出机械式的播报 特殊的超凡信号传导了出去 路经此地 人们感觉到了对岸的不凡 内部超凡因子烈度确实很强 但有些地方辐射异常 发出奇异的神话要斑 宙皇 小心引来对方追杀 古神卫史说道 所有人都觉得 初代寿皇很勇 敢一个人上路 要探寻永济之外的真相 他们这些人注定要离场 不会陪同下去 现在他进去招惹对岸的生灵 为是 追来更加 路上不寂寞 能有一些半行者 寿皇不在意 倒是颇为希望对方出手 对岸 有恐怖波动传出 寿皇道 不简单 我以为 对面特殊的宇宙只有神灵时代的一位神主坐镇 想不到还有莫测的生灵 突然间 从对岸那里 探出巨大的海怪触手 延伸到永济绝地中 仔细观看的话 那源自一片神话汪洋 那里时空扭曲 袭来莫名的怪手 他具备章鱼的吸盘 也有巨兽般的利爪 还有蛤蟆咯咯咯咯的凸起皮肤 流动着射人的道德 这是精神触手 非是食物 原神显照吗 环算厉害 宿皇点头 而后具现出去一只大手 直接抡巴掌就善 分明是在挑衅 啪啪 然后 宿皇号加速了 从彼岸一侧远去 对岸 神话海洋中 一个黑袍男子煞石冲销而上 追了出来 一步一幻灭 一步仿佛就能赖过一方宇宙那么远 此外 随着他一声低吼 还有同级树的生灵 跟随他杀出那片神秘的宇宙大陆 道则轰鸣 震动了永济绝地 宿皇 赶紧走吧 最少两名绝代高手追下来了 静渊劝道 后出现的生灵 是神明时期的一位神主 他经历辐射后 似乎将自身的问题解决了 搞得我也想去接受辐射了 没准会变异 进一步突破 寿皇自语 众人全都盯着屏幕 皆想看一看那位神主 对于那种神明时期的最强者之一 还是非常想探究的 黑袍男子一身乌光 流动着墨测的道则 像是黑色火焰在跳动 焚烧着 扭曲了身后浮现的时光海 另一边 神主璀璨夺目 宛若诸事的忠心 眸子开河间 神道符文射人 望穿永迹 投影过来 轰偶 这黄针不含糊 巨线出巨大的拳头 猛然就轰了过去 而飞船未停 且在加速 后方 拳印庞大无比 压满黑暗的虚空 和那两人激烈碰撞了数次 赵黄道 确实厉害 我们走吧 希望他们追下来 等你们都离开后 我路上依旧有人可以聊天 人们惊叹 这艘飞船确实离谱 后面两大强者追击 竟没有能超越上来 本黄可以镇压 黄巢的兵器都塞进飞船动力室了 能不快吗 赵黄说道 我感觉从超凡中心到对岸 飞行了半个纪元了 路途这么漫长吗 一般的真剩可能都消耗不起 路上会出事 万法诸王 文明 你们可以啊 是怎么顺畅偷渡过去的 现在想回家吗 扔给后面的神主吧 他们都是时空中的旅者 在这里对决无意义 真要出事 可能会立刻消散 回归现实中 身后的绝代高手追了很久 路途上 不实际出神通 和寿黄对轰 赖河飞船审议 越飞越快 越飞越远 强大如神主与黑袍男子 最后也都止步了 没敢深入 无趣啊 两位道友 整日期居在那块神秘的碎片上 不嫌憋嫩吗 勇记之外 或许无比广阔 我们一起上路去探索如何 寿黄亲自操控飞船 居然又掉头回去了 轰偶 回应给他的是可怕的道则攻击 贯穿时空 飞船发光 像是有单一六魄的奇物复苏 直接震散了那片突然降临的光 不愿意啊 寿黄摇头 但是 他依旧在挑衅 再次出手 惹得对方追杀 人们看出 寿黄不讲武德 骚扰不断 打定主意要请对方上路 寿黄自语 虽然我不喜欢战斗 但是 既然我要走了 为了平衡 怎么也得带走对岸一位神主才行 对面的两大强者 每个人都极端强大 并不给他机会 没办法了 去吧 他从飞船中取出自己的兵器 寿黄服印 直接祭出 瓦城流光消散了 没入后方的勇迹中 命运的羁绊 寿黄居然在送出秘咒 对身后的一人下手了 不久后 寿黄服印回归 围入他的身体中 命运的羁绊 寿黄陛下 这是将其中一人和你的服印锁定了 据寿七牛惊异 看出端倪 寿黄点头 暂时能纠缠他三纪元吧 足够了 等你们离开后 我就将他的真身接引过来 让他陪我切磋 跟着我上路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飞船急速远去 不再停留 接下来的路程 古往今来 还有人踏足 属于历代以来的探险者 都没法探究的未知领域了 谁都不知道前方什么样子 最起码没有任何记载留下 关于彼岸 有同源头的声名七居 因辐射变异了 这些寿黄都知道 可是前方 他也是两眼一抹黑 王轩沉思 在这里时间像是无限 无论是研读经文 还是翻阅经篇 确实误透了很多东西 但是无法转化为道横 积淀不下来 历史的长空下 因果大物不允许投机取巧 他自语 这道也是 如果强者回归过去 这样无法 积淀道横 岂不是无敌了 路坡道 又过去半纪元了吗 这皇 若非有你这艘飞船 我感觉 我们这群人都消散了 其他人都点头 深入这么远 部分真圣 大概都快坚持不住了 这皇都很心疼了 道 可怜飞船中的积累 很多纪元的精粹 超凡英子库等 下降厉害 在这鬼地方消耗太厉害了 别告诉我 真没有尽头 他浓眉深锁 然后他抬头 道 各位 还请相助我一臂之力 用你们的至高身催动下飞船 帮他跃迁 这是要让他们和现实世界中的真身沟通 借来力量 相助寿皇号宇宙飞船 有人摇头 道 寿皇 非是我等不愿助你 我们的真身陷在绝地中 自家都有些问题 想象古代输送道横 难啊 且代价可不小 寿皇道 中卫皆是坐标 我可以帮你们接引 向你们各自的真身借一小部分力量 顿时 很多人面色变了 这是要强买强卖吗 宿皇叹道 当然 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 我借你们的力量 自然要对等付出 哎 这可耻的历史因果大物 在永济绝地也残存 是了 毕竟我等超凡身还在 神话未消亡 因果还在依附 宿皇要付出什么 有人来了精神 这可是巨兽中的第一强者 盖世猛人 他给出的东西肯定不简单 我的寿皇经 他审声道 众人心中矩阵 这部经文确实值得交换 名动巨兽时代 在很多个纪元中都被人推崇 可惜流落在后世的失残本 缺失得极其厉害 我的真经估计一般的遇到圣者难以学权 寿皇微笑 众人意识到 大概涉及到单一六破 所以寿皇的经文在后世失传 最重要的部分没有了记载 嗯 屏幕上有景物了 出现微光 前方有状况 有人盯着大屏幕激动的说道 元宵节 祝大家健康快乐 团团圆圆 新的一年里红红火火 顺心如意 第一二二六张新篇 当受皇遇到王老赖 又一个彼岸 又一个神话宇宙 很多人动容 这不是没有可能 既然能有一块神秘的碎片 化作一片宇宙 就很有可能会出现第二块 宙皇开口 你们想多了 哪有那么多意外 一块坠落下来 就属于偶然事件了 前方发光物距离不是很远 体积较小 在场的人中 只有他攻参造化 压概这个时代 其他人都是重走真圣录者 如今都还是超爵士 目前感知有限 宙皇号飞船越迁 急速赶到目的地 那是一块漂浮着的其实 数百米长 上面有个死去多年的怪物 有部分人形轮廓 满脸咯咯哒哒 头发是一条条失去生机的小蛇 他足有上千条手臂 都撑着地面 手臂区域比身体还壮阔 有些像千足蜘蛛 在他的背后有一对宽大的翅膀 纯白色 流动的没有熄灭的神光 语意倒是颇为圣洁 一看就是辐射严重的怪物 万法诸王 这是不是你亲戚 巨兽雄王问道 所有人都猜测到 这应该是彼岸宇宙走出来的生灵 牵手女子也想探索未知的地界 那块巨石是辐射严重的奇物 应该是从彼岸宇宙带出来的 但如今它已枯竭 勉强流动着微光 远不足以支撑这个怪物活下去 永济之地不只是超凡因子的匮乏 最可怕的是道则也在溃散中 诸圣待久了 道行会受损 宙皇开口 这也是怪物死在这里的根本原因 这里比外面的绝地还有腐朽的大宇宙 严重太多了 这个生灵生前应该是一位圣者 所以死后还能在这种绝地中保持住形态 没有崩坏为尘埃 他的身体曾经受到过很严重的伤 又常年经受强辐射 所以撑不住了 逃进绝地 想寻找出路 宙皇一眼洞彻所有本质性问题 如果有选择 谁会孤君向永济绝地深处进发 毕竟 像初代寿皇这样有大胆想法 且到横盖时的生灵较为罕见 路坡探道 普通人有深海恐惧症 对于我等来说 这种没有超凡的无尽深空 万古漆黑长祭 同样是让人绝望与无助的恐怖之地 宙皇号从这里驶过 那怪物的尸体无声地碎掉了 这是寿皇经上天 你等些研究 宙皇亲自传法 一篇经文烙印虚空中 各种让人头疼的文字闪耀着 还好配合有精神印记 让在场的人长出一口气 所有人都开始研读 参悟 没有人再出声 不得不说 寿皇的今天确实博大精深 哪怕以后世人的眼光来看 也没有落伍 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这样的话 众人对他的夏天更加渴望了 毕竟那可能涉足单一六魄领域 王轩舒展身体 在猎兽皇权 接着演艺真经中的各种秘法等 大开大合 很快 他眼前的经文自动排列组合 出现种种精神烙印奇景 他与此经共鸣 青年时期的寿皇巨献出来 在虚空中挥拳 气吞山河 摘星拿月 寿皇的本体是人生 王轩惊讶 因为练到最后 最厉害的杀手锏是本体显现 与诸师共鸣 共振 破灭万物 打碎一切阻挡 连各种所谓的道德 都可以被一拳轰暴 这确实霸道与厉害 在其景中 兽皇显照的本体是一个巨大的人类 其他人也惊讶 因为 当参悟到这一步后 他们也都看到了兽皇的本体 和现在的他形象没多大区别 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身为巨大体型的人类 自然也属于巨兽中的一员 兽皇不以为异地说道 接着 他又补充 说起来 后世部分人形生物 体型缩小化了 应该都是我儿子的儿子的后裔 顿时 在场很多重走真圣路的生灵 皆面所微致 虽然没有证据 但是都觉得 兽皇在占他们中不少人便宜 兽皇道 各位 上篇参悟德差不多了吧 你们的真身都为至高生灵 这些对你们并不难 现在 本着对等交换的原则 该你们助我一臂之力了 放心 从你们主身那里借来力量后 我会给你们完整的下篇 但究竟有几人能有所获 那就不好说了 他坦言 但因六破领域的经文烙印 还是有些不同的 难以参悟 最终 人们点头答应 王宣泽默然 感觉很麻烦 相当棘手 他上哪去找主身 除非永济区域外部的绝地中 真有歌在道 既然各位或点头 或默许了 那么我现在就要以你们为参照 向你们现实的主身界 及许道衡了 赤黄开口 并且他行动了 全身发光 瞬时 他像是超脱出这片时空 立足在明灭不定之地 一声大喝 向着未来的现实世界 发出诵经声 发出数十道因果丝线 要皆以那些主身的道衡 将对这里而言 那是未来 但是 在现实世界中 这就是古代人对现实的呼唤了 永济区域外 绝地中 凡被波及的 被寻上门的 都有盘坐的身影书的睁开眼睛 腐朽的宇宙都被照亮了 瞬间 这些至高声明明白发生了什么 各自都沉默着 而后有人眉心发光 有人点出一指 伴着道横积设过去 沿着神秘的线流转向古代 初代寿皇 不愧是巨兽时代第一强者 他早就消失了 那么久的岁月逝去 竟还能在现实显神通 有人自语 了不起 不愧是单一六破领域的生灵 寿皇金中藏着的蜜天道士 让人颇为期待 他们虽然话语平淡 但能够让这种人物在各自的座官地开口 新有波澜 也足以说明寿皇的强大与恐怖 见识世界 绝地中归于平静 但是 还有一条线扫来扫去 寻不到源头 找不到根脚 古代 勇计绝地中 寿皇有点猛 怎么少了一个 谁这么不要脸 好处拿了 却不做事 他回头 一眼看到王轩 感觉遇上一个狠茶子 老赖 他原神发光 将对岸的生灵如万法诸王 文明等 都给隔绝在另一片区域 让他们无知无觉 没法探究此地 毕竟 他要问的是超凡忠心强者的秘密 不想让对岸那些虫子 怪物等知晓 可以啊 本皇纵横诸事 俯瞰一记又一记 从没遇到过你这样的狠人 连我的杖都想赖掉 寿皇神色不善 盯着王轩看了又看 王轩身体腾起淡淡的雾气 将自己覆盖得差不多了 但是没有躲避进去 他知道在历史的时空中 强大如寿皇也受限 若是没有历史的因果大物 寿皇一个眼神就能动彻他所有的秘密 根本瞒不住 但是现在则不同 此时 再加上王轩自己的六破迷雾笼罩 他成功隔绝了寿皇的天眼 避免对方探查到各种秘密 路坡 银发围罗 青牛 静渊等 近二十位和超凡中心有关的生灵 都露出异色 再到和寿皇之间出现了什么事端 红袖心惊 戴眉微醋 他知道一些事情 不过倒也不是很担忧 毕竟这是在历史的长空下 王轩郑重开口 寿皇 你误会了我的真身出了一些问题 自封决地内 正在做死官 很是谨慎 所以 我这具重塑的身体 大概无法和主身取得联系 当不成坐标投影 一刹那 现场安静 来自决地的这群人 都有些无语了 再到真够可以的 好受黄羊毛来了 不想负账 据受轻牛暗叹 他猫的 再到可真牛奔 连寿皇的债都赶赖 陆泊心说 再到老祖有点强势过头了 这是想掂量下寿皇吗 特自信了 本皇不信 寿皇怎么可能信他这种言语 要不是历史因果大物 以及时空平衡属性的影响 他直接就一把抓过去了 搜在到这个老赖的元神 他吃的一生 从王轩那里扯出一条线 涉及了因果 命运等 投送向未来的虚空中 接着 他伸出一只大手 自古代这里伸出去 急速变远 见识世界 寿皇的大手从掘地中探出 这称得上是阵骨朔金的手段 影响到现实中来 他认为 那个老赖的真身就在这片掘地 他的大手划落了一大圈 惊动了掘地中的至高生灵 这一幕 太过诡异与恐怖了 因为初代寿皇早消失了 此刻在现实中显照 甚至想干预什么 有点离大谱了 宿皇的大手连着划落了数圈 着实找不到什么 那条因果线在这里早断了 追溯不到一点痕迹 这个老赖 不简单 宿皇琢磨 这最起码是能和他对标的人 很有可能是单一六破领域的后来者 宿皇回归 大手缩小 站在飞船中 脸色微沉 不管怎样说 这个老赖欠他债 不还的话 门都没有 可是 似乎没法直接将此人打死在这里 去找他的真身 又找不到 这让寿皇有些犯难了 你叫什么名字 宿皇脸色不是多好看的问道 再道 王轩回应 他也牙疼 这是拧巴了 怎么解决 他真不想赖寿皇的账 这名字有一丝耳熟 宿皇自语 然后 他看向在场的人 道 你们谁知道他的具体来历 深陷绝地何处 没事 暗中传音告诉我 不用担心他听到 放心 会有好处 到时候你参悟受黄金下篇时 我给予一定的指点 王轩看着他 这头巨兽还要分化他们 至于吗 不就是欠了歇道横 少出手一次吗 特小气了 古神未始暗中告知 神明时代 有个教材道的人 和他一字之差 相当古老的一个神明 后世陷入绝地 疑似在蜕变 具体在哪块区域 我倒是不知 我说怎么会耳熟呢 宿皇自语 众人见状 立刻意识到有人告密了 然后 各种思语先后响起 他名为在道 以炉承载道则 表面看 他立足见到领域 深入挖掘可发现 他的终极道则 是光暗的显照 生死的演变 阴阳的流转 总之 他掌握成组的对立道则 可同时失出 我怀疑 他是昔日演练平衡道则的那个老家伙 一小撮人没客气 暗中和受黄沟通 王轩邪逆 第一个就怀疑到白毛围锣 用眼神看着他 那意思是 你在出卖我吧 接着 他又看向剧兽熊王和青牛 别看他们喊他为带头大哥 但是 面对兽皇的询问 可能恕他们告密告得欢 还有陆老大 以及闷葫芦玉藤 也都被王轩的目光扫过 不过 王轩无所谓 随便他们去告密吧 有什么好在意的 也就是万法诸王 文明等被兽皇的原神之光隔绝在另一片区域 没让他们了解这边的情况 不然也是告密的重灾区 兽皇 给你 我还债 王轩从命土后方 拘禁出来一条超凡因子大河 这东西应该能补充飞船的能量 这不是专属于他一人的超凡因子 神话谱系中已有记载 他是从一片海中拉出来一条河流 嗯 这样付账 买上天虽然不够 但也马马虎虎 不过 我不想要你的超凡因子 你先欠我个人情吧 我暂时认可你这个老赖了 兽皇说道 他觉得 这是一个和他同级数的生灵 毕竟 班医六魄很难见到 让对方欠他一个人情 一份因果 应该比收下这条河流更值 我不想当老赖 王轩说道 我都没追究 你急什么 兽皇看向他 众人看得无言了 债主反倒不着急了 接着 他们大受震动 再道得来头很惊人 竟让兽皇都非常看重了 王轩道 上天先付你账 你不是还有下篇吗 到时候再欠你人情 兽皇也无言了 最后暗叹 果然是个老赖 这在惦记下篇呢 所以先还不分债 然后 他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 暗中传音 告诉你个秘密 下篇中还藏着个秘篇 我虽然无法立足全领域六魄中 但是 却推演出一篇相关的进法 王轩动容 十四世起源剑经等是五魄真圣留下的 变层模糊地推演出第十五世剑经 他能施展出来 现在一个单一六魄者 也有推演 那么肯定更加深入与厉害 赵皇微笑 他的经文岂是那么好拿的 下篇需要单一六魄者才能慢慢拨开迷雾 而密篇则还在迷雾后的一层神秘区域深处 理论上 普天之下 除了寿皇自己掌握钥匙外 外界应该无人可以接近那层区域 第1227张新篇六魄坟场 赵皇阔面仲仪 浓眉正目他咧嘴笑了起来看着粗广豪放但其实别有韵味含蓄深远 他心说这个老赖想欠债道也没问题先结下一份因果吧同时最高六魄今天摆在那里要让此人可望不可及 赵皇要吊在道的胃口经文就挂在迷雾深处所以他微笑着回头准备拿捏 这老赖令其主动低头真身显现 王轩也笑了还有这种好事寿皇主动提示下篇中还藏着蜜篇还真厚道啊必须得拿下 他一路走来全领域六魄神感远超常人想象那些超脱在现实世界外的神秘奇景他都可看到 一群人揭露出异色寿皇和赞道坚起了事端结果又都笑容满面还真是转变得快 经过这样一个小插曲靖渊古神卫史巨兽轻牛等都一致认为赞道确实极其不简单被寿皇另眼相看 赞道在这群人心中变得更神秘了赞道兄着实了不起你和寿皇间到底怎么了 银发维罗传音问道老白刚才是你第一个出卖我吧王宣返问他谁他们是老白银发维罗意识道再道这是喊他白毛泥 还质疑他是最有可能投生反骨的人这皇一挥手谁胜连衣消散万法诸王文明等人显现 且回过神来不再被隔绝感知等各位本皇说到做到将给你们掩饰受黄金下篇 他便要动手摸得他快速回头看向飞船大屏幕扫描到特殊的景物了那里呈现出微弱的光斑 且有提示按着些许道运流动不简单啊深入这么远便是本皇徒步忙着前行大概都要吃不消了 竟还有其他人走到这里不成这皇露出凝重之色宇宙飞船急速前进我们似乎到极限了 卫使银发围罗路坡等都面所微致感受到身体在略微暗淡似要消失了 纵然是神异之旅也是有极限的这是神话源头允许我们走出去的最大范围了 红袖神色凝重的说道所有人都感受到自身在被拉扯形体有些扭曲像是要被接引走了 宙皇你许诺的经文呢有人问道他们快承受不住了在前行一段距离的话大概要结束此次遥远的时空旅行了 有意思这也是神话源头若隐若无间可辐射的极限范围吗 宙皇开口若是没有这艘特殊的宇宙飞船以及六破七雾受黄浮印支撑船上一行人不可能顺利抵临这里 此外他也发现了前方的发光雾估计正处在极限值的边界上 他自语我自己若是毫无准备的上路踏过重重腐朽的宇宙 深入永迹绝地大概率也只能走到前方那里 此际众人的身体都有些暗淡模糊了 但每一个人都没有立刻要求停下都吃惊地盯着大屏幕要看得更真切一些 历代最强者的极限体现在前面吗 宙皇清宇盯着前方感知延伸出飞船外捕捉到了真相 而其他人则要滞后不少但也终于看清了那是什么 那里有生灵有神秘的植物有些匪夷所思 这里比深海恐惧症更为甚人 在漆黑没有希望的永迹绝地中连尘埃都见不到 居然有鲜艳的花朵盛放 见鬼了吗 还是我等自身出了问题产生幻觉 有人说到部分人的面色都变了 那里有四个人形生灵 相距飞船其实还很远 但他们实在太庞大了 发肆似乎都比心和壮阔 自身发出微弱的光 但是他们都闭上了眼睛 有的盘坐 有的倒在那里 没有一点声息 在他们的身上有藤蔓 有璀璨的花朵开着 那里没有强辐射性的其实 仅是四个生灵自身就在永迹中发光 残留到孕并未枯竭 这可远比早先看到的牵手人面珠墙太多了 最为关键的是 他们身上的植物似还有生机 这就无比惊人了 在永迹中 倒则会慢慢溃散 诸圣最终都要消亡 怎么会有这种反常的事物 其中一人 其穿着服饰 应该是一位神灵 为时开口 他是一位古神 活得无比优远 见识广博 或许是一位神主 静渊也开口了 发出一声轻叹 他疑似也是一位神明 所有人都面色肃怒 一位神主死在此地 而且不知道是什么年代发生的事 那位神主威严 庞大 披散着长发 端坐在那里 闭着双目 窥然不动 仿佛在沉睡 但其实早就消亡了 他的心口 有一朵洁白而璀璨的花 蒸腾着光雨 将他全身都覆盖了 在那神圣的光辉中 仿佛有他自己的影子在行走 在那浩瀚星空中 在那苍茫大时间 在那诸神最辉煌的年代 他均临天下 俯视重重大宇宙 这黄开口 不是初代神主 就是诸神鼎盛时期的第二位神主 非常强大 还有一位老者 像是存在岁月过远了 且当年疲累不堪 躺在那里 像是在睡梦中刻然尝试 他给人以岁月无比久远之感 看其古老陌生的服饰 积淀的古义 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来到此地的生灵 他身上也有一朵神圣的花 依旧洒落着光辉 将他自身覆盖 让他看来来神秘莫测 不可揣夺 还有一位女子 端庄秀丽 面对来路盘坐 最后时刻 他像是在依依不舍地 眺望神话中心方向的来路 最后无力合上了美目 他们在寻路 在探索着什么 最终死在路途上 女子栩栩如生 全身晶莹 散发着柔和的光 也伴着一朵灿烂的花 柠檬光雨流转 将它覆盖 他的弥漫的古义仅次于老者 应该是第二个赶到此地的人 还有一个少年 容貌清秀 看着年岁不大 但是活过的岁月 绝对远超人们的想象 不然怎能独行到这里 驱躬参造画 积淀下无以伦比的道行才行 一朵绚烂的花 在其身上盛放着 至今不凋零 如果按照古义划分 他应该是第三个来到此地的人 疑似初代神主的那个生灵 最后一个赶到 早在他之前 就有三位神秘生物临近此地 真是惊人 简然 前三位都是不可追溯时期的强者 而且 他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大时代 彼此皆应该没有任何交集 大概率是单一六破者 不然的话 他们没法保留尸体到现在 在永济绝地中早就全面化掉了 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四人的身体上居然生出花朵 永不凋零 依旧鲜艳 受黄开口 扎根精神中的花束 反映的是世人的愿景吗 他们离开时 一定曾有很多人在呼唤 思念 汇聚成神秘之力 哪怕四人死去了 尝试数不尽的纪元 也保住了形体 众人动容 王轩更是在深思 永不凋零的愿景之花吗 赵皇叹道 可惜 随着时宜事宜 终有一天 他们四人也会彻底散掉 在永济绝地中 难以永恒长存 真是可惜了 这种天纵神圣 应该是历代以来 最强领域的存在了 就这样无声无息地 死在永济之地 有人感叹 是啊 疑似初代神主 风采爵士 曾经开创了那样 辉煌的神明时代 还有那风华绝代的女子 黯然作画前 还在眺望故乡 而那少年看起来如此清秀 恍若昨日的我们 无声消亡于此 旁边 有人深沉地开口 打断了他们 道 别感慨了 在座的各位 确实活了很久 但是 能和他们比吗 估计四人 远比你我活得更精彩 都是某一大事 闻名的缔造者 何须后世人可怜 叹息 他们都曾压制 各自的时代 冠绝诸事 顿时 正在有感触的人 都立刻闭嘴了 不凋谢的神花 伴着四位 来自不同时代的 志强者 这里算是 单一六破者的坟场 有人说道 巨兽雄王很勇 闻听后开口 陛下 你身为初代兽皇 莫非心有所感 才寻到这里 终有一天 是不是也要作画在此地 碰的一声 他后脑海挨了 兽皇一巴掌 立刻被训斥了 什么不忠臣子 不孝子孙 都被粗犷的 兽皇骂出来了 雄王赶紧叫道 停 别打了 我本身就坚持不住了 快要回归现实世界去了 有人附和 道 兽皇 我等真的无法久留 赶紧给我们观看 兽皇金的下篇吧 你要履行承诺 确实 他们的身影都不稳固了 全都摇晃着 兽皇点头 嗯 我已经让飞船停下 给你们演化下篇 随后他又补充 下篇没那么好参悟 我建议你们向现实世界的真身借来部分道横 不然恐怕一无所获 他都这样说了 顿时让众人觉得棘手 这篇经文没那么好得到 同时 他们都看像兽皇 这浓眉阔口的壮汉 这是要趁机截取他们部分道横吧 本皇帮你们接引来胜利 可以说无比艰难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自然要汲取少量 用以恢复自身 一些人的眼神顿时变了 兽皇果然要收过路费 看着他豪气冲天 但其实很会惊打细算 这是要薅他们的羊毛 本皇从不说假话 现在就给你们展示 兽皇说完 以元神在虚空中刻字 每一个字符都在发光 按着精神印记 可谓神圣无比 道名声直接就出现了 瞬间 虚空生辉 哪怕附近的永济绝地都被照亮了 人们的面色迅速变了 这确实是无上惊天 不然的话 不可能有这样的奇景 符合传说中某些时代流传的 孤本最强经文的特征 甚至 有人原本就见到过其他单一 避漏迫的残片出土 除却神圣霞光 还有奇异的大物出现 当中的经文字字珠基 与永济中发光 更有精神印记字符缭绕在当中 众走真圣路的强者都面色严肃 这样观看大物中的经文 确实太吃力了 而且 他们知道 这不是受皇故以为之 神秘经篇就是天生具备这种特质 若是写出会藏在超脱现实外的虚无间 在场有些人本来就坚持不住了 要被迫返回现实世界的神话源头那里 现在面对经文的诱惑 他们只能看到 受皇 希望你来一刀时 下手不要太狠 简然 他们同意了 接着 几乎所有人都点头 没有办法 关于六破领域的经文 太神秘了 对于他们这种至高生灵来说 不能错过 能活到后世 从绝地复苏的强者 他们的真身有哪一个示弱者 甚至有人就是在花费漫长的岁月研究那一领域呢 必须要得到此经 这是很多人的心声 受皇笑了 然后 他很热情地从他们的身前各自都扯出一条因果线 连向未来 也就是现实世界的真身那里 据寿雄王道 寿皇陛下 你其实可以让飞船倒退 远离边界线一段距离 我们大概就不需要如此了 你还是我的子民吗 怎么说话呢 宙皇没客气 伸出菩萨大手 又给了他后脑勺一巴掌 宙皇扯了三十几根线 也没忘记给再倒扯一根 他倒要看一看 这个老赖能抵住诱惑吗 他很期待 此人的真身显现踪迹 向他低头 王轩无比苦涩 道 寿皇 你知道我的难处 何至于此 哈哈 没事 我很看好你 寿皇笑道 说吧 还隔着历史因果大物拍了拍他的肩头 第1228章新篇强盗从不走寻常路 承蒙寿皇看重 我尽力吧 王轩一脸无奈 他知道 寿皇在拿捏他 逼他真身显踪 不然的话难度巨大 理论上应该是拿不到经文 人们看到他一脸苦涩 而寿皇在那里笑 都露出异色 银发围锣 路坡等人意识到 再倒似乎要倒霉 被寿皇重点关照了 这就是想赖账的下场吗 寿皇笑得越发开心 就看他怎么取舍了 想当老六 门都没有 真身必须得出来低头 嗯 见仙文明 万法诸王等也有了反应 仔细观察后得出结论 再倒老匹夫的真身有问题 而且 寿皇似乎不带见那老匹夫 疑似在笑着伸刀 早先 寿皇和再倒对话时 比岸宇宙这些生灵都被隔绝了 他们并不知晓再倒曾薅寿皇的羊毛那些事 这一刻 文明和万法诸王等人对视 暗中传音 很有意思 一会留心观察 看再倒可以在这里停住多久 就能推测出他主身的真正状态 未来到巨兽时代前 再倒曾经发威 已见到长河将文明展报 让文圣都产生心理阴影了 现在他发现真相后颇为振奋 再倒虽然活得很久远 但是真身有大问题 他将希望寄托在重塑的躯体上了 所以新生显得很厉害 对岸的生灵都在猜测 但并不确定 稳妥起见 接下来仔细观察就是了 马上就要有结论了 寿皇不说话了 已经动手 牵引三十多根因果线 迹象未来 延伸到现实世界 同时 他不死心 大手又在绝地中滑落了一圈 想找到再到的真身 结果又白费力气了 连根毛都没摸到 他心说 地鼠成圣棒 打了无数洞 藏得可真身 诸圣改路的心躯 都得到了道行补充 他们各自双目发光 彻底进入状态 开始观越迷雾中的真经 即便这样 他们也感觉相当费劲 道行激增后 的确让他们神觉敏锐了一大截 但终究不是圣身清灵 而那迷雾 涉及到单一六破领域了 不是力量叠加就可以深入进去的 最需要感知的蜕变与升华 王轩装模作样 扯了扯自己那跟通向未来的因果线 像是在尝试汲取道行 但是线很黯淡 嗯 有问题 他似乎没有借来多少道行 文明果然在观察 哪怕参悟经文很要紧 他也没望瞥两眼 周皇意识到 这特么果然是个涉足六破领域的怪物 他觉察到了 载道的感知在无形中提升了 虽然被历史因果大物阻挡 兽黄难以亏到全部 但是 他的本能直觉确定 这个隐藏很盛的老六正式入场了 兽黄淡笑 自己的局就是为单一六破者准备的 下天经文随载道去看 他不会阻止 但是想要得到终极蜜篇 得问过他才行 嗯 兽黄这人不错 不设障碍 不阻止 还行 王轩给予好评 神敢在明雾中穿行 捕捉经文真意 真经自会 但对于他来说 这不是什么问题 他能清晰的窥探到大雾中缭绕的所有发光的资幅与烙 呲 真的不简单 他意识到 哪怕过去了很多纪元 这经文依旧了不得 这说明一旦到顶后 再想改进太难了 在超凡界中 单一六破领域就是一层难以撼动的天花板 而且古往今来纵有单一六破领域的实验产物 也没有几个生灵可触及到这个板 因为在这个领域中 道国太容易崩溃了 单一破版不够稳 最后很容易出事 讲初代兽皇这种艺术 着实罕见 不愧是巨兽时代第一强者 王轩满口赞叹 研读经文后 他入神了 这相当的了不起 这皇有所感 心说 老赖啊 这是故意给你看的 一会儿我看你是否还能沉得住气 王轩研究与琢磨良久 确信得到了下篇 没有任何问题后 他的神感延伸着 向着迷雾后方进发 嗯 接近了 这皇有感 大物深处的神秘区域 他自身的神感也在 正在窥探 这头老兽 不讲武德 王轩看到他了 迷雾最深处 特殊的区域 寿皇如同修建了围墙 安上了大门 其部分神感亲自镇守此地 王轩大模大样地路过 现在他也不怎么瞒着了 反正对方猜测他是同类 是单一六破者 那么他就在这里溜达 围观 一副想要入内的样子 接着 他又退后了 没入大雾中 正经的超凡者 谁走大门啊 不都是飞檐走壁 永攀高峰吗 王轩自语 身为全领域六破者 一到门户就想堵死他 在他看来 那四方上下六面都能进去 全领域六破者 必须得全能无短板 直接翻墙 甚至拆墙就是了 王轩远离门神兽皇 绕行到大雾深处其他区域中 快速翻墙进去了 对于这种迷雾 他太熟悉了 如同进自己家里似的 因为 他全领域六破章开时 就会出现这样的大雾 而兽皇推演出来的秘篇 缭绕的大雾其实没那么浓 无法和王轩自身的相比 所以 他无声无息 穿墙而入 降临终极藏经地 兽皇 无愧为盖带霸主 确实能压制巨兽时代 这卷关于禁法的秘篇 确实了不起 以后他是否可以在第二领域六破 王轩发自真心的惊叹 开始在这里认真研究 不对头 有状况 兽皇有所觉 毕竟是单一六破者 本能感知太可怕了 若非历史因果大物阻挡了他 没什么可以隐瞒他 在这里他简直是全知状态 此外 王轩自身的迷雾在扩张 成功掩盖了真相 现在反客为主 即便是这样 兽皇也豁然警醒 立刻转身 看向紧闭的大门 然后 他果断开门冲进去了 王轩已经观看完毕 此地锁不住真精密片 他不止都记牢了 还在这里琢磨与解析了许久 他听到动静后 立刻破墙而去 全领域六破的特殊体验 非常另类 超脱现实世界的奇景 拦不住他 搜搜搜 他的神感具现化的身体没影了 双引号探号双引号 受皇床进来后 第一时间觉察到 真的出意外了 遇上了强盗 不走正门 居然能够另辟他图 盗走了真精 他的神感冲出大雾 而他的本体更是疏得睁开双眼 盯着问题很严重的载盗 到了现在 他怎么可能不多想 这是一个陈年老六 涉足六破领域 比他可能还深入一些 然而 他发现 再到的真身在扭曲 煞事模糊 而后猛然化成流光 返回现实世界去了 对方结束了神异之旅 哎 没有办法 我还是提前结束吧 王轩的叹息声在这里响起 赵皇恨不得一巴掌扇过去 这个陈年老六扛着真精跑了 还在跟他装 不过 王轩暗中的传音却又让他忍住了 赵皇 我欠你一个很大的人情 这份因果肯定要海上 万一你出世 没活到未来 我就在你后翼身上海 本皇怎么可能会死 赵皇说道 王轩跑路 确实回到了现实 他出现在那片宽大叶子上 此时神月当空 海面的雾隘都散掉了 整片海面与夜色无比柔和与宁静 其他叶子上没有身影 这意味着 那些超爵士竟是真身进入了巨兽皇朝时代 这颇为惊人 在他面前 对应着的巨大花蕾在月光下开始盛开 伴着道音 清香扑鼻 嗯 王轩想到之前那些人的议论 似乎可以真身坐上去 他没有犹豫 瞬间飞跃而上 接着盘坐下去 刹那间 月光照耀 有盛灭的光束直落在他的身上 神话源头怎么可能有月亮 那只是道运奇景 现在王轩第一时间感觉到 坐在这盛放的花朵中 是何悟道 他借此参悟受黄金 上篇 下篇 密篇 从头到尾 所有经意他都要过一遍 古代 永济绝地深处 受黄面色平静 但心中却有巨大的波澜 他皱着眉头 开始重新猜测王轩的身份 不过 他没有表现出来 这种人欠他人情 结下因果 不是坏事 呸 再到这个老东西 其真身果然有问题 竟没有给他度过来多少道横 见仙闻明心中无比舒坦 万法诸王暗中点头 道 我们猜对了 他的主身必有隐患 所以想全力栽培心躯体 那么我们不只要杀他真身 心躯体也得灭了 很快 他们收敛心神 现在不是秘义的时候 等脱离古代再说 抓紧时间寻找迷雾中的经文要紧 巨兽雄王 玉腾等人也都露出金融 再道真有些状况 怎么提前走了 这是放弃经文了吗 他故意的吧 一发围罗琢磨 他生性多疑 始终认为 再道这个人极其非凡 嗯 受黄再次警醒 神感搜的一声蔓延到迷雾最深处 闯到特殊区域 看向大门那里 我 想打人 他眼角眉梢都带着符纹盛宴 恨不得锤自己胸口两下 实在是疏忽了 他们的 真的大意了 跑了一个陈年老六 又偷摸进来一个粉嫩小六 他觉得自己严重失职了 临去前 他所住密天真经的迷雾院子 大门并没有重新上锁 结果被小六偷家了 正常来说 就是院门大厂大开 别人也走不到这里 根本进不去 除非是单一六破者才能临近 我什么都没看到 发现院子敞开着 有些好奇 所以就进来转一转 红袖和尚手中那本巨线画的密天经卷 大大方方地放在虚空中 你当我眼盲啊 你都翻到最后一页了 这黄尘着脸 实在是麻痹大意了 有什么比被强盗光顾家门 到取走密篇经文争议更让他心情不好的事情吗 那自然有 比如第二次被盗 这个小六可以确定 是单一六破者 因为他只能走大门 被堵住后 没尝试逃出迷雾大院 而且 是黄谨慎起见 双眼盯着他 仔细探查了一遍 纵然有历史因果大物 他也惊疑不定的看出少许问题 你在借绝地中的假身 那非你真身 受黄沈声道 面色无比严肃 单一六破者果然没有异于之辈 接着 他的真身开始散发无上圣光 其道横盖是照耀前方 破开真相 凝视着他 到一张褪色的老照片 第一二二九张新天还有王法吗 月华如水 海面宁静 王轩盘坐在巨大的花朵中 体悟着寿黄金的种种变化与妙处 寿黄学究天人 了不起 这次薅 和他交流很直 王轩赞叹 他站在花朵中 形神共振 诸法尽险 极其恐怖 举手投足坚 具现出贯穿新海的长矛 还有切开时空的长刀等 接着 他身体铿锵作响 演化出黄道甲咒 他全身流动圣光 时空被照射的模糊 扭曲了 他能轻易摧毁同级超凡者 神话源头的这种花极端坚韧 可以承载他的力量而不坏 更能帮人顿悟 神月已经天移 这说明前往古代 回归时并非是离开那一刻 现实的时间也在流逝 一夜 便是万古 这倒是让人意外了 此间一夜 而真身游历巨兽皇朝的一群人却在体验与经历着无尽真实的古代岁月 王轩琢磨 关于超凡腐朽 神话为偶然 万古长夜是常态 很多说法或许和这种经历也有关 现实世界 我所看到的 经历的 是否也是更为神秘的一小撮生灵的神异之旅 他自语 今夜 他们体验古代真实的壮阔 而是否也有一群天外来客正在审视着他们 将这里当成失去的历史 体验着这一切 王轩收心 演绎受黄金蜜篇的禁法 不得不说 此神花盛放后 对他来说算是一种悟道奇缘 他在这里领悟经文 效率直线飙升 不然的话 按不就班地去练 不知道要耗去多么久的岁月 好地方啊 莫要辜负好时光 他在这里思索着秘卷 不断领悟 除了受限于境界不能练的部分 其他都在被他不断解析中 单一六魄强者推演的经文 自然有独到之处 王轩认为 这些都将成为他未来权领域六魄圣法的重要参考文献神话源头之行 他得到了太多如神灵经篇 巨兽秘法 早先种走真圣路那群人在这里论道 让他的经文积累一下子厚实了起来 搜一片巨大的叶子上 红秀带着流光突兀地出现 他对神话源头的了解远超王轩 出来后 直接坐在面前正在盛开的绚烂花朵中 你到底是谁 王轩侧头看向他 然而 红秀没时间搭理他 直接领悟逆天 参悟寿黄金 并且不时还比划几下 王轩吃惊 道你得到了 逆天 托你的福 引走了寿黄 红秀简单回应了一句 王轩能够想象那种画面 最后只能道 秀儿 你可真秀 别乱喊 我比你大 王轩也不好耽搁了 再次体悟妙法 哪怕解析寿黄金的时间够用 可是 他身上还有神灵篇章 巨兽古法等 等着钻研 他从来没有这么富裕过 神月在此天移 长夜在流逝 见时钟点滴时光 对应着神异之旅的古代 那就是很多年 难道那群人要停留一夜 常驻那个时代参悟 受黄够狠的 这是要截取多少过路费 王轩公摸着 没准同他和红秀有关 他到取了经文后 粉红小六也光顾了一次 估计受黄被深深的刺激了 这是要从别人那里平衡一下 你看我做什么 红秀瞥了他一眼 神月正当空 莫付好时光 王轩随口迎了一句 借收拾吧 红秀觉得 被调戏了 赶紧吧 不然 他们可能要回来了 王轩催促 搜得一声月出巨大的神花 红秀疼得起身 银白的掀手发光 盯上了他 你看我做什么 王轩用同样的话 还了他一句 而后直接付诸行动 他已受黄金巨献出一口长刀 枪枪去砍别人的巨大花蕾 这是想收割走 打包带出神话源头 他的目标是文明 万法诸王等来自对岸的 生灵所对应的神花 红秀健壮 一声不吭 但行动起来可真不含糊 蒸蒸见名不绝于耳 他也开始砍花柄 两个无比超尘脱俗 空名若折仙人的男女 在神月下 做着比坟秦主和更为大厦风景的事 确实能砍下来 有的花朵被王轩收在空间手链中 有的被他投送进命土后方的世界 还有的被他抛向六魄领域的迷雾最深处 他以不同的方式保存 锁住神花 避免有些手段最后留不住 古代 永济绝地中 兽皇号宇宙飞船停下来很久了 这是一段相当漫长的岁月 兽皇 你每次都拦一刀 过路废高的有些过分了 显然 这群人不止一次向现实世界的真身借力量 面对单一六魄的经文 着实没经受住诱惑 主要是因为 活到后世的一小撮至高生灵 本身就在研究那种领域 见到真经 志在必得 巨兽雄王凑上前去 道 陛下 我可是你老兄弟的后人 你的子民 我们兼这种关系 走个后门行不行 啪 背善一边去了 迷雾深处 一发维罗暗中推演 他在追溯洪秀的诡计 总觉得这个女子最让他忌惮 所以想尾随其足迹 守门的兽皇披了他一眼 心说 又来个贼 这次给他好好安排 迷宫伺候 很快 维罗傲的一生跑了 他感知异于常人 觉得前面很糟糕 似乎有不好的事情在等着他 钻了回归吧 兽皇太坑了 这明显是在敲骨吸水 一波又一波的薅羊毛 比岸宇宙的剑仙闻名都受不了 他忽然意识到 老匹夫 再道 太他们有先见之名了 从真身那里大概只借来少许道横 在明雾中转了一圈 发现情况不对 直接就跑了 尽管到了后来 兽皇告诉他们 还有更为珍贵的蜜篇 但是 很多人真好不起了 萌生退役 事实上 相当一部分人都准备提前割肉止损了 比文明 万法 诸王等人果断多了 比如维罗 一个字 撩 临到最后 兽皇还在灌毒蘑菇汤 道 你们对求道要有一颗虔诚之心 不持之以恒 怎么能战上神话世界的最高峰 见识世界 王轩 红秀皆有所感 立刻停止收割神话的行动 搜得一声各自归位 不得不说 白毛为罗还是十分激紧的 连着被收割几波后 他便受不了 第三个跑回来了 他骂骂咧咧 寿皇这个老皮肤 看他一脸憨厚豪漫像 其实很无耻 然后 他一抬头 总觉得脚节月光下哪里不对劲而 他侧头看到两名队友 南墨女镜 宝像庄严 接盘坐神圣花朵上 空名无声的悟道 太出尘了 瞬息 他就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对面 有的地方怎么如此暗淡 光有巨大的叶子 对应的神圣花朵呢 居然光秃秃了 只剩下断掉的花柄 他看了一圈 参差不齐 比暗生灵的位置 对应的神花被霍霍了个够呛 一发围裸眼神一样 他转头看向两位队友 太狠了吧 关键是 这两人全都像没事人似的 装死顿悟呢 他付匪 这是在物强盗之道吧 你们 怎么好意思 他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斥责两位同伴 然而 两人都没搭理他 搜 白毛围裸果断冲了出去 二话不说 直接去寻找无主之物古代 勇继绝地深处 路坡和裕腾看到自己的队友 已经跑了三个 也觉得没必要耽搁下去了 毕竟 再到被兽黄重点盯着 走掉也就算了 红秀静也离场了 而连收信多艺的白毛都果断跑路了 这应该都是风向标 路坡 裕腾回来了 正好看到维罗砍下一朵花 维罗 你有歇过了 这时 王轩开口 你真好意思说我 维罗很想框框给他两拳 这都能行 路坡 欲腾 大受触动 而后什么话都不说 全冲了过去 红秀提醒 优着点 对岸的花朵还有 别砍自己人的 万一打起来的话 也是在对外 你们 在干什么 青牛和熊王等回来了 顿时瞪圆了牛眼和熊木 很是震惊 还有王法吗 老牛还愣着干什么 善啊 熊王先回过神来 然后巨兽们都付诸行动了 陆老大提醒 最好只采摘虫子的花朵 你说的轻巧 都快霍霍光了 你们也太狠了 十几朵呢 你们几个一人采摘了几朵啊 青牛抱怨 我就一朵 陆老大解释 真就一朵 温葫芦郁疼极了 简然 巨兽不信 此时魏使 敬渊等也回归了 嗯 魏使是一位古神 不说在这群人中活的最久远也差不多 二话没说 直接参与行动 花朵没了 这些叶片 给花朵提供养分的长藤等 也有一样的效果 古神魏使得手后 这才对身边的人解释 昔日 他经历过这些 但是 当年可没有人采摘别人的花朵 都是临走前 砍了自己的花朵叶片等待上路 这次 谁带坏了风气 不是我 看到有人望过来 王轩立刻摇头 结果 一群人没说话 都盯着他看了又看 王轩暗叹 草率了 大意了 那些叶子 长藤居然也有效 早知道的话 肯定多窄一截 收获更多 这群人终有神灵有巨兽 一蜂窝的行动 对面彻底秃了 光了 景色很不美好 月色柔和 海面安密宁静 一群人终于停下 而后 都略整一山 已已然迈步 一个个飘渺出世 各自归位 盘坐在自家花朵上 开始悟道 那群虫子 怪物 变异的神灵 一会儿回来后 肯定要疯 巨兽雄王低语了一句 兽皇 也算是变相补偿我们 有人低语 因为 最后关头 兽皇拍着胸脯 多收了对岸那些人少许道横 要亲自给他们奖金 当时 金牛和雄王还很愤懑 觉得兽皇认道横不认人 不尽人情 见在他们悟了 古代 文明 万法诸王 宣旨等对岸的声明 多付出一些道横后 正在聆听兽皇讲道 似有所悟 又觉得还差了些什么 感觉朦朦胧胧 好了 讲完了 你们看要不要再来一个专场 宣皇全身发光 神圣 庄严 肃穆 比古神庙中供奉的神主 都显得更威严 以及超脱 一群人起身就跑 真当他们是韭菜了 付出部分可以承受的道横式 时水就算了 想让他们去田无底洞 门都没有 他们什么话都没说 果断化成流光远去 撩就一个字 归途中 他们远离永济绝地后 才开始破口大骂 气血鬼兽皇 太无耻了 你最好死在古代了 灭在永济绝地中 将来别让我们看到你 不然非得组织大批高手 一起围剿你不可 这不受黄金真是个大坑 赶紧回归吧 谈作神花上悟道 说不定能减损 趁时悟出一些妙礼 有人知晓神花的功效 流光一闪 他们回归现实世界 第1230张新天扛着14条长腿跑了 神月当空 海面波光淋淋 无比的祥和宁静 回归的这群人 有部分人已经开始盘膝坐下 然而 屁股下方什么都没有 回望过来后 他们发现 不是出现在叶子上 而是冲着海面去了 我 他们的 出了什么事 他们眼前一黑 神花已凸 他们确定 没回错地方 毕竟 对面一群人都宝像庄严 盘坐花朵上 一个个如同神圣 正在参悟庙法 可是 他们打坐的宽大叶子呢 都是通天的聚业 怎么一片都没有了 那些含苞带放的璀璨花蕾 更是连片残缺的花瓣都没有剩下 事实上 叶饼 花饼 长藤 一切相关的神圣物件 属于他们的那些 皆光秃秃了 彻底清空 你们 对岸的生灵彻底炸锅了 真是没法忍 一群无耻之徒 剥夺了他们所有的机缘 然而 对面一群重走真圣路的老家伙都无比淡定 眼观鼻 鼻观口 口观心 依旧在悟道中 置身世外 一副和他们无关的样子 你们不想给我们一个说法吗 文明 万法 诸王等人都要疯了 对面的那群人太过分了 尤其是 他们重点盯上了老匹夫 再道 因为他是第一个跑路回来的 现在 他们有理由怀疑 这老家伙急匆匆逃回来 就是为了收割他们的神花 盗取他们的机缘 一只巨大的海兽从这里游过去了 张开嘴时 将天穷都吞掉了大半 王轩叹道 他浑身发光 超凡脱俗 如同至高的神灵般圣洁 下时间 一群人怒了 这也太无耻了 听他这意思 是路过的海兽将神花给一口吃掉了 魏使 靖渊等神明 还有一些巨兽 都很默契 一起妄想在道 那意思是 倒有你说的过于离谱了 王轩算是看出来了 这群老家伙 这是要将他们自己摘出去 都不想找事 希望接着悟到 便是喊他带头大哥的青牛和巨兽熊王 都在看着他 干掉他 对爱一群人立刻杀气腾腾 王轩叹气 如果队友不给力的话 他随时准备跑路 进行游击战 红袖开口 各位 奇妙之夜未事 神异之旅还没有结束 一会儿我们若是远行 底灵神明时代 我等身后的悟到地 是否会被他们端掉 我觉得 还是将他们驱离此地为好 对岸 万法诸王 文明等更愤怒了 这名女子是第二个回归的 肯定也是大道之一 有道理 银发围裸起身 被迫讲格局 因为 他是第三个回来的 肯定也会被盯上 再道老祖的事 就是我路坡的事 路老大起身 身为四号很有觉悟 接着就是第五个回来的玉藤 出手吧 一些巨兽也都起身 为使 静渊等神明站起 因为红袖所说是实情 甚至 对方若是急眼后 有可能会破坏神圣植物的主根 或许会影响到他们的神异之旅 将他们驱赶出神化源头 可行 海面上 巨大的神圣植物间 顿时杀气冲销 让皎洁的月光都扭曲 暗淡了 双方准备大打出手 对面 一群人脸色铁青 他们被抄家 结果对方反而比他们更为伶俐 杀鸡毕路 要彻底赶走他们 王轩第一个准备动手 手中浮现在道炉 道 彼岸入亲神化源头 今日不驱敌 不足以明我道心 何以再道 老匹夫 你真身都要腐朽了 将彻底落幕 还敢挑事 等着 出去后必然要灭你 文明寒声道 王轩也放狠话 老夫纵横神灵时代 俯瞰天下一个又一个盛世 凭你们这群虫子也敢挑衅我 纯属找死 绝地终不见不散 顿时 此地杀气飙升 对岸的人都凶念滔滔 不过 他们当中的冷静派在克制着 在这里大打出手的话 根本不占优势 最后可能会损失惨重 有些人注定要失去改路的新躯体 各位 你等还是早点离开吧 脱离神话源头 今日便不与你们为难 一味神灵开口 他们其实也不想战斗 怕耽误神异之旅 在这里真有其缘 确实能得到好处 一时间 双方对峙 充满肃杀之气 部分人站在花朵上 甚至准备好了先割下自己的神花 垂与我一站 王轩开口 和对面不能善了 有文明万法诸王等人在 他们就得对立 他想下手了 在他右手上 载道如沉浮 里面密密麻麻 全是仙剑 像是煮着一锅剑舟 数以千万计的微型仙剑 流动着各色光彩 不断叙事 激电着海量杀气 有大杀劫在酝酿 很多人面色变了 超绝世领域的载道很可怕 早些文明被展报 已经探出这个老匹夫不少手段 一时间 场面竟有些僵持住了 突然 所有人都感觉一阵窒息 而后后的抬头 天空中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多了一轮神月 双月辉映 共悬高天上 很快 有人到吸冷气 辨别出来 那是一只巨大的眼睛 像是在漆黑的天幕外 向下俯视 更像是有人眯起一只眼睛 像蜜蜂的罐子里看 几乎是同一时间 又多了一只眼眸 顷刻间 三轮神月高悬 共同洒落光辉 神异之旅大概要被迫结束了 有人叹道 枪枪枪 火星四箭 众人反应都很快 各自砍神花 截断巨大的叶子 长藤等 根本就不带犹豫的 连王轩 红袖 陆老大等 也都在这么做了 事实上 变故已经在发生 那轮真正的神月 被一感赤红的长毛 扑得一声钉穿了 有人刺穿天幕 打开了黑夜之地 直接杀进来了 顿时 黑夜消散 灿烂之光照耀 原本 神话源头就没有黑夜 只是这里出现奇缘才如此 现在有人无比彪悍 长毛刺月 硬闯进来 这个人披散着长发 顶破天穷 实在太高了 但是却非常枯瘦 像是竹竿那么细长 王轩收割完自己的神花 看到此人 瞳孔顿时收缩 争夺十五色奇竹时 他不是击杀了这条铁线虫吗 艺人进来了 古神位时审声道 所有人都已经 他们进入神话源头一零年了 现在部分艺人开始入场了 静渊道 艺人初期的生灵 大概率不怎么受排斥了 可以进神话源头之地了 到了现在 王轩才知晓 绝地中的老怪物 不止重塑出一具肉身 有人较为谨慎 在超爵士 艺人分别重塑了 甚至 道横足够高深的老怪物 仅在艺人领域的不同层面 便塑造出两具新躯体 道友 你来得正好 快来助我等 见仙文明顿时来了精神 我的超爵士之身呢 铁线虫面色冷酷地问道 他早先向夜幕笼罩下的奇景中张望 发现没有自己的真身 所以直接就破开了此地 被再到老匹夫杀了 文明第一时间扣帽子 其实 到现在他都没证据 铁线虫究竟被谁杀死了 依旧是悬案 照要向老夫身上泼脏水 王轩绝对不能认 不然十五色奇竹的归属问题 会是巨大的麻烦 那你们都不要走了 铁线虫相当横 手持血色长矛 向着下方所有人刺来 区区艺人出七 也敢张狂 各位 联手干掉他 银发围罗喊道 因为 当初追杀铁线虫时也有他 真要深究的话 他们整支队伍都要被这个艺人盯上 我们杀出去 先离开此地再说 古神未始开口 因为 他很担心 不止一位艺人在附近 对岸的艺人若是出现多位 那麻烦就大了 他们可能会全灭 空的一生 顶天立地的竹竿巨人 铁线虫 拎着长矛 恐怖无比 洞穿整片天地 刺目的雪光袭剪而下 针对在道等一小撮人 不得不说 这群人都很猛 面对一位初期艺人 真就敢抡刀 放出仙剑等 直接针锋相对 一时间 光芒绚烂 接着虚空暴碎 他们联手和艺人死磕 将铁线虫都震得亮枪倒退 名义差了一个大境界 艺人确实有压制之力 但是 这里很多人都在超爵士巅峰 双方被分隔在两个大境界中 艺人确实和过去的大境界不同了 不局限在肉身上 元神也开始遇到化 先天压制超爵士 不然 若同在超爵士领域 哪怕相差一个小境界的话 这里就有人敢逆罚他 人群中的确存在十分厉害的猛人 道友 我们助你 见仙闻名 万法虫等跟着喝道 一群人蜂拥杀来 哼 铁线虫目了 拎着长矛 锁定在道等人 走 巨兽 神灵等都开始突围 真要被拦住 必然会吃爆亏 会有人死在这里 一道新红的光落下 将王轩 红袖 围罗这些人覆盖 他们迅速躲避 突围 向神海远方闯去 嗯 王轩蹴眉后 决定试试看 现在和艺人初期的差距有多大 下一刻 他手中巨线出一柄长刀 轰的一声 他反批了过去 在震耳欲聋的道名声中 他被震得满嘴都是血墨子 至高升龄重塑的初期艺人 极端厉害 让王轩那柄刀爆碎了 凭他一个人不可能挡住 他的手臂四折断了 五根手指更是血肉模糊 不断淌血 但又被他已有自觉 将洒落的血液收走了 快走 他冲身边的人喊道 事实上 他一回头才发现 白毛围罗 路坡 玉腾等 早跑没影了 红袖也站在远空 大致能模糊的看到他进入迷雾 边缘区域 他也扭头就走 你们可真溜啊 王轩真是佩服他们 一转头人就都没了 有失的话 那群人跑得可真快 他负伤了 很久没有这种体验了 连着可血 哪怕是他 对付艺人也不行 到了艺人后 远比其他大境界提升得更猛烈 原神遇到化 天生压制下位者 不然的话 王轩以前真先就可以逆罚天机 该死的铁线虫 居然让我连着可血 好久没有受这么重的伤了 不行 我得找地方肚结 进入超绝世舞魄领域 王轩闯进迷雾最深处 他觉得手臂似乎骨折了 嘴里还在不断躺血 付出的代价不小 感叹艺人确实非常难惹 事实上 铁线虫也心头震惊 同为至高生灵众走真胜路 他可是艺人 居然没有将那个超绝世领域的老小子刺爆 他觉得不可思议 他刚才可是专门针对此人 再到老匹夫的超绝世之身确实很强 万法诸王 文明等凛然 让铁线虫心惊得还在后面 他扫尸四方 竟没有将载道找出来 皱眉道 居然避开了我一人级的感知 他转头对文明等人道 你们去追杀其他人 我马上跟来 铁线虫横行这片海域 寻找载道 但却无果 他无奈抄着一个方向赶去 准备狩猎其他目标 事实上 王轩躲在迷雾深处 根本没有远行 我需要一些不同的宇宙盗运 再猎杀几个 他随时可以杜劫 但是 他想在五破领域走得更远 最好一口气冲到中期 甚至后期 这样的话 他回来再研究 怎么对付一人铁线虫 才有一定的可行性 他一直在盯着万法诸王 在迷雾中一路尾随 此人很强 且道运明显不同 无声无息 恐怖的连衣斩了出去 王轩出手了 不得不说 万法诸王 确实非常厉害 挨了王轩一记很厉害的杀手锏 都没有被斩爆 只是杰出的万法网破碎了 王轩手中拖着再道炉 第二道连衣斩出去了 大招不断 这次的对抗 元神诸王暗淡 接着在一连串激烈的拼斗中 雪光不断溅起 万法诸王被杀回原形 最后 他断了八条腿 施展秘法顿入虚空 连着瞬移 王轩捡起他运含有非凡道运的八条腿 接着追杀 再道在这里 万法诸王光秃秃了 在神海上空大后 这片地带果然有他们的人 而且相距很近 轩只和一位高手第一时间出现 此外 更远处还有其他强者赶来 杀 王轩发飙 想击毙具备不同宇宙道运的对手 以便提升自己的道行 圈指身边那个人相当不凡 引起了王轩的注意 视为狩猎目标 啊 轩只尖叫 以为冲着他来了 准备雪拼到底 在刺目的光芒中 在遇到画符文的绽放中 这场大战猛烈而又残酷 雪星射人 圈指崩溃了 两条大腿都断了 若非以特殊顿法逃亡 他整个人就交代这里了 可跟他一起来的男子 被斩暴半边身子 也在疯狂逃亡 最后更是丢居宝帅 自断双腿逃走 因为 他看到王轩身边挂着一堆长腿 以为此人有特殊癖好 他觉得还是主动与干脆点吧 果然 他断腿后 那坎腿狂魔没有在追杀他 说得停下了 王轩真没有特别盯上他们的腿 停下来是因为 感受到一人铁线虫临近了 他迫不得已止步 他拎着十二条长腿 一路狂逃而去 神话源头这么大 他不相信找不到一处安静的无人区 应该可以不惊动各路强者 在远去的路途上 他并没有罢手 尝试阻击了最后一位对手 对方看到他满身是腿 直接就猛了 而后经历了一场血腥大战 最终 王轩扛着十四条长腿跑路 不再冒头 他准备去肚截 正式进入超爵士舞魄领域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